第3881章 天地大道奇幻神 百亿众生念力 是他的资本 于是 他本可以借助九龙地藏 把这三个咒神彻底甩掉 但他并没有这样干 而是给了对手机会 让他们和月魔那一批人 越拉越开 这样也有一个坏处 那就是 龙星要是出事 李天命要救 就会比较困难了 你逃不了 李天命还没看见那两个幻天星主呢 那道德神众女咒神 就已经先一步 出现在李天命的世界之中 其身体卷着一道道金色的雷霆 形成一阵阵雷霆风暴 越追越快 他们没服侍天眼 纯靠李天命给机会吊着 差不多了 李天命一咬牙 召唤了全部半生兽 目中金黑色光芒一爆 小心些 微声默然叮嘱道 嗯 等着 李天命那九龙地藏继续前行 而他却中途跳车 六十米身躯 猛然顿入那星月怒潮之中 哄哄 其背后 数千万星月剑钢凝聚 形成了一个漩涡剑海 而他在漩涡剑海中央 左手雷霆汹涌 右手怒火焚烧 左腿花团紧簇 右腿龙铃遍布 以及头顶冒白烟 哄 另一侧 又有无数的银尘 形成了亿万重海 混在星月剑钢之中 这一幕 帅炸了 又是有史以来的最强时刻 百亿众生念力沸腾加深 三个世界的炎黄后裔都知道 他要挑战星主 这还不往死里 给李天命送力量 再加上星月守护结界的超级助阵 他这一幕现身的视觉冲击力 完全震住了那三个追上来的对手 六十米了 那两个大头娃娃星主 猛然出现在李天命眼前 那圆圆的大眼睛 直接眯成了一条线 很强 邱渊还不太了解李天命 他更忌惮的 是李天命身后 那数千万星月剑钢 和银色崇海的混合 他在勾引我们 有炸 撤 同说完之后 两个幻天神族 都不参考邱渊的意见 直接转身就走 不是 追了半天直接撤 邱渊正住了 他们是二阶咒神 太荒唐了 更荒唐的是 那李天命听说他们要撤退 竟然直接杀了过来 轰隆 那数千万的星月剑钢 和无尽银色崇海 陡然扑了上来 化作浪潮 将他们三个人形心体吞没 邱渊震怒 你们不打 我打 他这道德神众女鬼神 嘀吼一声 猛然握住双拳 其人形躯体 在下一个瞬间 就发生了巨变 砰砰砰 他身体膨胀时候 不断发出爆炸声 仿佛星云震裂 就在一瞬间 他由一个形体美妙的女咒神 竟然长出了一个巨大的星辰牛头 一身金光涌动 无尽金色雷霆缠绕 身上每一个中子威力 都在闪耀电光 李天命 看呆了 美女变野兽 咒疾兽 紧接着 李天命就瞳孔一缩小 因为他看到的是 这女咒神的身上 出现了二十多个兽面图腾 而他的力量 确实比人族玉兽师 食神修炼者 要磅礴二十多倍 人兽之身 也拥有咒疾兽的多重力量结构 这就是道德神众 这样的体系 和另一种靠地狱轮增强战力的 战天神族 可以说完全不相同 虽然战天神族很凶猛 但李天命看一眼这经典 狂暴美女牛头人 感觉也很猛啊 相当于 落日神众人寿的合体了度 这岂不是没啥弱点了 就这么一瞬间 那如同金色星辰的牛头人 就出现在李天命眼前 那比李天命脑袋还大的金色拳头 猛然轰击而上 骑上数万道腰 那么粗的金色雷霆 在拳头上爆开 哼 李天命以三才鸿蒙界抵挡 却也被这一股巨力轰击上天 震得气血翻滚 好在有喵喵在 对方的雷霆力量 伤不到李天命 一般 牛头人抱吼一声 手持一把中地天级的九药星天府 双手握住 再度化作金色闪电雷霆 破开星月怒潮 朝着李天命斩杀而来 他打成这样 那两个幻天星主 就没办法走了 两人对视一眼 当即决定下来 哼 他们的幻神 全部启动 镇压而上 天地大盗奇幻神 李天命早就打听过了 对比他们子女的水火星奇幻神 这天地大盗奇幻神 无疑更强 这是大盗之象奇 轰轰轰 他们每人掌控十六个棋子 一边为红色 一边为黑色 将 帅 士 象 象 车 马 炮 兵 足 一个个大盗象奇 猛然演化成年识般的巨人 巨马 巨像等等 各种星象变化 蕴含不同神威 只看一眼 便千变万化 沙 瞳的手中 拿出一把天兵石悬剑 而那只的手里 出现了一条暗红色的彩带 他舞动时刻 这天元神器变幻无尽 光影所过 连星月守护结界 似乎都消失了 李天命被困在一个血色世界当中 此乃幻天八风铃 这幻天星主和那秋渊一系列手段展开 当即又凶又猛 三个人形星体围住李天命 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便是爆杀 真不错 可惜这里是我的主场 李天命被那牛头人狂杀一通 看似压得喘不过气来 然而其本身并没有受伤 就在这一刻 反击开始 轰轰 数千万星月剑刚 从天暴杀而下 如同幻神一样 镇压住那天地大道奇幻神 无数剑刚不断轰击 爆发刺耳阵响 那同志两位星主 刚杀到李天命左右 便有无数银尘施展五星永生玉 将其暂时按住 李天命赶一条二 迎臣这杀不赶紧的五星永生玉 是一大手段 这连续两招下去 他眼前就只有那道德神众了 你很拽呀 李天命猛然抬头 双眼黑金色 木火喷火 嗡 他伸手一抖 一道缠绕 幻神的太荒坟天炼 猛然爆发而出 九天十地落日神边 九天银河揽月 那太荒坟天炼行 如万千星辰上九天 一条浩瀚的星辰河流奔走星空 瞬息缠绕在了那牛头人的身上 猛然一拉 嗡 李天命松开了太荒坟天炼 下一瞬间 已经杀到了那秋冤的眼前 我来 白夜一阵灵魂风暴 先一步杀进那道德神众头上 你 那经典牛头人愣住一瞬间 李天命就开了四座新门 双剑一起斩杀 轰隆 双剑之下 这牛头人当即崩裂为三个部分 第3882章 魂可以走 命留下 对于咒神来说 被批斩成是三个部分 只是一种轻伤 真正致命的 是白夜那经过百亿众生强化的梦幻泡影 还有李天命石神的三十重你向的后续灭杀之力 轰轰轰 萤火和喵喵在近距离之下 倒到雷火神通混合 在这秋冤的残留躯体之内爆开 那一元 炼狱火 形成万千火莲 顺发而爆炸 世界级毁灭之力冲击而下 对方那三分之一的躯体当即炸开 化作漫天星辰烟雾 与此同时 喵喵在两翼混沌雷 形成黑白色缠绕雷霆轰击而爆 已轰灭了 秋冤半边残躯 静在咫尺 双管齐下 咒神如烟花 不断轰灭 你到底是什么 那黄金雷电 牛头人 非但没死 反而挣脱开去 此刻的他 只剩下半边身躯 半个牛角 那九耀星天符还被齐握在手中 齐上星辉闪耀 地天级的宇宙天元 形成九种雷电杀伤力 混在齐上 送你归西之人而已 李天命掌控星月剑纲 五千万星河巨剑 一次次轰击着 那天地大道奇幻神的人 马 像 轰轰轰 眼看着银尘分裂了许久的银色重海 都将会被崩灭 李天命哪怕借助了节节的优势 这时候 也只能速战速决 继续 轰 那黄金雷电 神预感到了他的杀机 加上其身体 仍然被李天命的石神 神通力量崩灭 其鬼神之凶性被彻底激发出来 俨然已经被水一战 殊死一搏 轰轰轰 他微微低头 浑身雷霆咒神之力一炸 整个两百米身躯 化作一道奔腾的金黄色闪电 瞬息撕裂了星月怒潮 冲到李天命眼前 此乃神通 奔雷电狱 这一报 李天命眼前的世界 已然全是金色雷霆海洋 轰隆 在施展这奔雷电狱之毁灭神通时 邱渊单条粗壮的手臂 举起那九要星天府 怒卷而来 电玄星爆炸 巨斧所过 一颗颗金色雷电星辰爆成一串 人和巨斧几乎融合在了一起 配合那奔雷电狱之神通 可谓形成了临死反扑着绝杀 如此神威 若是撞在下方星月神雀的大地上 其毁灭力都接近万极龙原之暴了 然而 论手段 还是李天命 面对这拼死一击 李天命很是冷漠 你已中创 谁要见你冰死一招 他将身体交付给喵喵 什么都不用做 喵喵连续施展了五方奔雷 不断变换位置往后退去 以此同时 就在李天命刚刚闪开的时候 其背后陡然轰击而来一道巨大的金黑色球体 这是九龙地藏杀出的万极龙原 轰隆 金黑色恒星源力量球体 轰然爆炸 形成一道爆裂光波 在这星月守护结界内 开出了一个金黑色漩涡 九龙地藏明明有 岂会不用 这是李天命的战场 他什么都用 临死反扑的秋渊 正面朝向了这万极龙原 他冲得太狠 哪怕中途有闪避 也被这万极龙原之爆炸震飞出去 原本破灭了一半的身躯 再度炸裂一部分 最重要的是 他的拼死一杀 就这样被破解了 啊 秋渊只剩下的一个眼球 惨然一颤 连忙用灰红如雷鸣般的声音 大声喊道 停战 我与你无仇怨 现在就可走 绝不与你为敌 晚了 就在下一瞬间 一把金黑色巨剑 猛然冲天而降落 扎入到秋渊的脑袋上 直接贯穿入其身体 你 秋渊眼睛瞪圆 此后直接爆开 一身中子威力终于全面 爆为粉碎烟花 轰轰轰 无数缠绕金色雷霆的中子威力粉碎后 迅速重新聚合 成了一个二十米直径的咒神本源 真正重创 出现在李天命眼前 同志 你们误报其战烈 害人不见 秋渊雷鸣咆哮 却被李天命一腿直接踢飞了出去 朝着九龙地葬飞去 又是一个咒神本源到手 暂时杀不死 也没必要直接杀 以眼镜之身 和咒神打 实在太爽了 李天命心里畅快的同时 心里也很清楚 这是一百亿众生和其一起并肩作战的结果 以他自身战力 顶天还是九眼生境左右 是绝不可能和咒神交锋的 而且 拿下秋渊 救不了人 轰轰轰 只在下一个瞬间 那两个幻天星主就已经崩灭了所有的银尘 同时还以其幻神 将这星月神却五千万星月剑刚给暂时破灭了 星主杀伤力可见一斑 李天命有所震惊 然而他们两个大头娃娃脱困后 第一眼就看到 秋渊被打成咒神本源 更是内心惊得狂乱一颤 这怎么可能 眼镜啊 走 和月魔会合 同当即说道 他们本就是预感有问题 急着要走的 是秋渊非得和李天命战 现在他们更没争斗之心 问题是 走得了吗 李天命那金黑色双眸 早就锁定了他们 站住 而等两个大头娃娃 还不速速上来给六爷我舔脚 白夜从李天命脑袋上冒了出来 呲牙咧嘴 嚣张的一劈 同志那圆滚滚的双眼 眯成一条缝 这两位明显是狗姿背的存在 白夜这么嚣张 他们跑得更快 两人以幻神殿后压阵 同时用传讯时报告月魔这边的事 走得无比决然 李天命当然不能让他们走 哄哄 又是一大批刚刚形成的星月剑刚 猛然阻挡在 这两位幻天星主眼前 魂可以走 命留下 李天命冷笑一声 手中在换那太荒焚天炼 其十方纪元神剑换神 以四方祖神剑狱 形成火焰 寒冰 魔念等等四方祖神力量 瞬息飙飞千万里 九天十地落日神鞭 这锁链杀出 如同九中天的 卷向了那两位幻天星主 当即轰然破开了 对方幻神中的五方兵族 化作滚烫的九条星河 缠绕在了那只的脖子上 回 九天银河揽月 星辰都能拖回来 何况是咒神 这一招拉住了对手的同时 李天命也借是追了上去 配合那星月剑刚之缠沙 冲到了那只的眼前 对方一看 也知道走不了了 第3884章 塔撞星辰 夫妻两人对视一眼 面色一狠 当即反身朝着李天命杀来 而这时 李天命也从星月守护节节感受到 那月魔三人组 听到李天命重创了秋冤后 直接放弃追杀龙星 反身往李天命而来 显然他们更加清楚意识到 李天命更该死 所以 他们给幻天星主的指令 肯定是尽可能地缠住李天命 保住自己不受伤 最好留下李天命的血肉部分 想拖住我 李天命一下就知道 这同志的想法 他们倒是随意应变很快 现在 如果李天命还不脱离他们的话 是相当有可能有月魔祖的人包围的 那时候 必然有生死之危险 所以接下来 时间很重要 李天命算好时间 早和月魔祖 拉开了很大的距离 接下来赌的 就是他灭沙快 还是对方赶路快 你们是不是忘了 我还能用星月守护节节 阻挡他们的进度呢 呵呵 李天命心里冷笑 一时间 那月魔等人眼前 星月剑刚再度降临 无数暴乱剑刚 压在了月魔 魔徒 元宵的眼前 这一幕再度证明 他们胆敢进来星月守护节节 和李天命争斗 是最错误的决定 杀 同志对视一眼 眼中涌出赴死的决心 两人一咬牙 一人手持天兵十玄剑 一人手持幻天八封灵 唯一杀李天命 轰轰 两个天地大道 其幻神之棋盘 一左一右震压而来 那些兵族 将帅 骑马炮 各不相同 凝结变化成大约十米左右 都有兵器 一个幻神 如同一个军团 砰砰砰 连续撞击之下 李天命那三才鸿蒙界再度震爆 而同志一人以幻天八封灵 反束缚李天命 一人以天兵十玄剑 正面配合幻神冲杀 死 这两个幻天神族 死了儿子 心里不可能不恨 出手也是相当狠辣的 死 李天命没有咒神本源 他们要杀他 确实容易很多 两人这围攻 配合幻神杀机 直接给他带来了很大麻烦 甚至其身躯上 被其幻神压的身体崩裂 嗡 李天命伸手一拉 那九天银河揽月威力连续爆开 将那置阵退而去 下一个瞬间 李天命直接放开了太荒坟天炼 双手握住东皇剑 十方纪元神剑 幻神归来 全部聚集在东皇剑上 十荒万昼心门 开 东皇剑举起 剑身之上 一道道心门闪耀打开 九重地狱星 大眼四九星 九天玄女星 大梦网生星 直到剑尖上 诞生了第五座八色心门 那心门如同一座高塔 打开之后 竟然出现了一座 好像八重塔的恒星园世界 八部浮屠星 一剑开五座星辰见阵 眼前只有那幻天星主 同 十荒万昼心门见阵 同瞪大眼睛 手里天兵 十玄剑一颤 看哦 哄 李天命二话不说 一剑斩下 暴杀向了他 这时 那只从侧面再杀而来 白夜直接冲出 扑到了他的脑袋上 阻挡住了他 想干扰 白夜嘶叫一声 钻入其脑袋 这幻天神族 不得不完全收回幻神 保护其大脑心脏 这就给了李天命 更全力诛杀的机会 那一剑五大万昼即星辰剑阵 盖压在铜的头顶上 只一瞬间 就崩灭了其天兵 十玄剑和幻神 暴杀在其大头上 一剑贯穿下 同一身体爆开 等重聚时候 已经是一个白色咒神本源了 而另一个幻天星主 还在被白夜纠缠 他的幻神挡住了白夜之沙 然而只剩下那幻天八风铃 能进攻李天命了 这么强 直内心崩裂 面容难看 他想转身逃窜来着 结果无数星月剑刚越缩越小 几乎困死了他 扶唱扶随 你还想走 李天命森冷之笑声 刺入其耳朵 轰轰轰 不远处 三个月魔祖咒神 还在往这边紧急赶来 事实证明 我们兵分两路 被分击败 是最差的决定 那女战天神族元宵 虽然心里是这么想的 但是他却不敢说出口 月魔和魔徒 脸色都非常阴郁 兵分两路的决定 是月魔做出来的 但他也根本不知道 李天命强得这么离谱 就在这时 前方动静消失 月魔面色难看到 这两个幻天神族 也都被打出咒神本源了 这说明 现在追过去 已经没有了意义 服侍天眼 根本追不到李天命 等于幻天神阙也丢了 魔徒双眼暗红 艰难摇头 他看向了月魔 沉声道 现在怎么办 继续追龙兴吗 追个屁 月魔怒视了他一眼 敌吼道 全因为你误报信息 我们才会低估 这里天命的强度 才导致丘渊出世 他的咒神本源还在 我们可以救 魔徒面色难看 怎么救 月魔冷冷扫视着周围 还有十几年天法赌约道是吧 那就先不管这边的事 直接先去炎黄谷遗迹 这家伙下一个目标是你 现在我们不应该着急 该着急的是他 这星月守护结界是他的战场 我们继续在这边六支有书 所以 谁急谁先死 魔徒问 对 我们走 让他急 月魔说完 直接往上方冲去 一步都不停留 看到他们的动静 李天命的面色 果然变得难看了 龙兴大哥 我们绝不能让他们走 第3884章 轮到我审判你了 李天命还真没想到 这月魔族三位咒神会离去的如此果断 按理来说 他们面对眼中的奴族 有很大的心理优势 吃了这么大的亏 应该会怒不可遏才对 月魔猎杀族 估计是 长期过刀口填写生活的咒神 所以他们感觉很敏锐 哪怕那魔徒还有点不甘心 在这星月神阙内 他还是随着月魔一起 破开无数星月剑纲 朝着外面冲去 轰隆隆 李天命和龙兴一起穿越星月怒潮 荡开无尽星海 只能以最大努力狂追而去 他们都不想夜长梦多 炎黄后裔 太脆弱了 李天命还有很多事 也没法在这里拖下去 笑死 追着追着 猎人和猎物调换了 萤火到很兴奋 还在那啥乐呢 这时候更要注意 对方当猎人的时候 便是因为受了诱惑 兵分两路给了机会 而金角色互换 可不能犯和对方一样的错了 好在李天命那五方奔雷 和紫星天红龙的速度 都很快 龙兴至今都还没动手 自然是魔拳擦掌 准备大干一顿 星月剑刚 还在不断镇压 他们三个咒神 无数星河巨剑混乱绞杀 形成一重一重的剑之浪潮 轰杀在这三个人形星体身上 而这月魔祖三人 周身爆发刺眼的强光 一拳一掌 所到之处 无数星河巨剑轰然崩灭 整个星月守护结界 都在连续震爆 他们要出去了 李天命略微有些头疼 只要对方冲出星空 哪怕能拦截住 这星月守护结界的优势 都将会丧失 砰 果真就在下一刻 一个摩天神族 和两个战天神族 一起杀出了星月神雀 朝着他们那血色 月牙星海神剑而去 三道赤裂星光 洞穿星空 而就在这时候 一条缠绕着四方祖神剑狱的 金黄色锁链 如同一条星河怒龙般冲出星空 短时间内爆发的速度 瞬息万里 月魔 元宵已经相继进入了 那血色月牙之中 就在魔徒即将进去的时候 太荒坟天炼卷了上来 瞬间在其腿上缠绕了几十虫 然后再如毒蛇一样 朝着他的身躯卷去 岂有此脸 魔徒脸色一黑 正欲扯断着天元神器 没想到这玩意儿上传来的力道 竟然如同鬼神 哄 血色月牙正要启动 魔徒就被直接拉了下去 哄哄哄 李天命收着那太荒坟天炼 瞬息杀到其眼前 锁链还是好用 极大的丰富了他的战斗手段 李天命 这儿可不是星月守护结界呢 魔徒是不太愿意走的 他胸腔之内愤怒如焚火焚烧 那太荒坟天炼 还在拖着他撞向李天命 在其身上勒出了 道道黑血心痕 对于一位新主而言 这将他如同牲畜一样拖拽的手段 显然是奇耻大辱 对 没错 你们三个小垃圾不敢在里面打 我们两位出来 跟你们战到底 玩到现在也没意思 你们这帮所谓的上兴虚贵族 全是没中的玩意儿 打不过就只会叫人 没完没了 你要真有种 敢做点配得上你们天神族身份的事 就别跟狗一样逃命了 李天命讥讽笑道 作为奴族 想激发对方的战念 必须用士族来羞辱他们 如此 他们还赶走 必须脸面撕裂 老大 他急了 魔徒嘀吼一声 震开那太荒坟天炼 双目焚火看着李天命 无需在一起挑衅言语 他急 我们不急 月魔是在刀口舔血的人 李天命越这样 他反而越不在乎所谓脸面 直接和魔徒道 别纠缠了 走 实在不行 把这服饰天眼丢了 让那大眼似九星的圣主来收拾他 另外 邱渊还有兄长在九重地狱星 还有好几个 用不上我们冒险 是 魔徒压抑住心中震怒 狠狠咬牙 转身顿走 我让你走了吗 就在这瞬间 九龙地藏和龙星 紫星天红龙 直接从星月守护结界当中出来 其中那九龙地藏 蓄谋已久 刚刚出现 就是一道万级龙园 轰击向那血色弯月 刺眼睛黑色光芒 当即闪耀天空 哄 这毁灭恒星园力量忽然爆发而上 月魔必须掌控那血色弯月闪壁 他们可以走 你留下 李天命趁着这机会 眼神冷光一闪 再度盯上了那魔徒 其手上那太荒坟天炼 再度九天银河揽月 抽击在了魔徒的身上 加上万级龙园陡然一爆开 魔徒和血色弯月 一时间都受到了大力震荡 气血翻滚 爆了开去 我来 龙星和那紫星 天红龙气魄横生 直接杀到了魔徒眼前 而李天命则登前一步 阻拦在那血色弯月之前 哄 魔徒被彻底和那血色弯月间隔开来 月魔老大 救我 魔徒咆哮一声 他并没多怕龙星和李天命 然而 他虽然受不了这股窝囊气 但他熟悉月魔的为人 而今他被限制住 只能大声呼救 魔徒 龙星一人一龙 手持长枪 拦在其眼前 将这魔徒彻底包围 剑奴 我以前见过你 魔徒双目星红 可惜那时候 你没顺手杀我 那不好意思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现在 轮到我审判你了 龙星眼神拙烈 这魔徒是中天三星的最强单体咒神 亦是中天三星炎皇后裔眼中的盖世恶鬼 龙星所有的苦修 都是为了有朝一日 能有资格站在其面前 为炎皇苍生请命 龙星人龙配合 二话不说 直接杀向了他 面对这一个小小奴族 魔徒再也控制不住心里目虎 咔咔咔 其身体化身三头六臂 疯狂膨胀起来 变成一只黑色三头六臂恶鬼 而其胸口那二重地狱轮 轰然打开 一个血盆大口的天土鬼 从中爬了出来 这魔徒的身躯 虽然没有那种恐怖的惨白虫子眼睛 但从咒神之躯的强度来说 比那种战天神族 要强大好几倍 他和天土鬼 都是屠杀机器 手上亡魂无数 那六条手臂上出现了 六把形如菜刀般的天元神器 其上幽冷 星光涌动 轰隆 魔徒一动 黑色星光如同十万里乌云盖住了龙星 六把刀杀出六片天之木墙 盖向龙星和紫星天轰隆的头顶 他们 开战 而另外一边 李天命就阻拦在血色弯月之前 那月魔 元宵两人不动 他就不动 我和魔徒仇怨 和两位无关 两位想走就走 李天命平静道 月魔看了一眼 他身后那一场炎黄神族 和战天神族之战 龙星之强 他只看一眼 就心里有数了 第3885章 一个炎黄秘密 我知道 你的目标是 魔徒和同志 杀了他们 你可去换天神雀 战天神雀 救你奴族 月魔声音悠冷 李天命没说话 李天命 你是个很不错的苗子 我感觉 你根本不是奴族 所以 你真的考虑清楚了 如果你愿意加入八部神中任何一族 等待你的 或许会是腾飞 但你真要无脑选择战队一族奴隶 那只能说 你是真的和荣华富贵过不去 非得和凄惨 死亡 悲戏 妻离子散等厄运为伍 等待你 只有无尽的深渊 你真的要着重考虑好 你这时候选择 还有机会 月魔声音里带着笑意 一双暗红色眼眸 在李天命身上流转 你不过只是万咒级世界 一个个小小的三阶咒神 在这里 你很牛 可在九重地狱星 你就只是一个小角色 你有什么资格劝我呢 李天命冷笑道 哈哈 月魔哑然失笑 他摇头许久 目光慢慢变成地狱 道 你丝毫没意识到 自己是在多么无聊的事情 这上星须所有造化级世界 都有奴族 你救了中天三星奴族 你能将他们带到哪里 这中天三星是八部神众的领土 你暂时拿走戒河 上面的人很快就会来重置戒河 那些咒神强地超出你的想象 你为奴族代言 根本没有可去之处 你救了这百亿人 你又能如何 你能把所有造化级世界 都给攻克了 傻瓜 你闹得越狠 其他奴族在别的星辰 受苦加倍 他说的是实话 能救中天三星 又岂能救全世界 这确实是摆在李天命眼前的问题 然而 根本不需要月魔说 他心里早就考虑了千万遍 没有开始 怎会有结束 中天三星 就是开始 往后 李天命或许会选择别的方式来救人 不能这样硬上了 但他的本心 根本不会变 开玩笑 窃天地子 炎黄后裔 怎能不顾苍生 李天命内心很坚定 月魔这种扰乱惺惺的话 对他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他只用那金黑色眼眸看着月魔 意思就是 你敢动 我也敢动 月魔老大 你们快拿下他 我缠住龙星 魔徒暴声怒吼 在李天命身后 他和龙星两个咒神 已经站得震天汗地 不断爆破 李天命的处境 确实比较危险 然而 那月魔看着李天命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忽然笑道 本来给你准备了万星魔藤 给你放放血 不过仔细一想 你在这闹关我屁事 可别损坏了我的小宝贝们了 说完后 他看了元宵一眼 元宵最后看了一眼魔徒 然后低头道 我听老大的 呵呵 有缘再见 月魔顺手 直接将服侍天眼这烫手山芋 朝着李天命甩来 下一个瞬间 他启动那血色弯月 腾飞而起 顿入星空 直接把魔徒给卖了 W omega W下滑线T Kappa N 下滑线C0 来得快 走得更快 明明他只要打 明显有优势 最算杀不死李天命 也会有可能就走魔徒 但 他就是不想冒险这样做 这是个利己主义者 没有好处的是 他完全不想干了 他已经意识到 攻克李天命的难度 已经超出了他来时候的预期 果断放弃 他这一走 正是魔徒最害怕发生的事 怕什么 来什么 月魔这一走 魔徒本就被龙星 紫星天红龙压在下风 此时李天命若是围攻上来 他更是死路一条 住手 魔徒嘀吼一声 他已经意识到 这两人之中做决定的是李天命 于是一边站退 一边对李天命道 我投降 我愿立下天法 将战天神区的戒和交付给你们 同时配合你们 救走你们奴族 龙星闻言 这才停手 他明显没打爽 但还是问李天命 如何 李天命扫了魔徒一眼 目光落在了其胸口的二重地狱轮上 嘴角微微勾起 冷笑道 你许诺的一切 我们杀了你 本就可以轻松拿到 我凭什么放过你呢 龙星闻言 对李天命的目光更拙劣了 他也不想放 他有仇 大仇 李天命 你不识好歹 魔徒心中更怒 然而现实却让他不得不压下去 声音软道 你有什么要求 尽管和我说 哦 那我要你们战天神区 所有拥有地狱轮天才的命 包括你的 李天命冷冷道 你做梦 魔徒听到这话 脸都快抽筋了 做梦 呵呵 李天命只笑着 那边龙星和紫星天红龙 已经加强进攻了 为了小八 所有开了地狱轮的鬼神 李天命也一个都不想放过 幻天神区那边同样道理 为了微声默然 全体幻天神区咒神 只要没死的 都得死 龙星大哥 加快速度 不然我就上了 李天命冰冷看着魔徒 在旁边说道 你 真没有缓和余地吗 魔徒仓皇道 李天命不再回答 而龙星也被李天命吓住了 他和那紫星天红龙疯狂爆发 同是二阶咒神 炎黄神族的强势 在这一刻彻底展现了出来 哄 这一战 那魔徒被压进了星月守护结界之中 在其中 打得天空连连震爆 魔徒的怒吼 逐渐转化为咒骂 求饶 到最后在崩溃之中 被龙星彻底正面 一个黑色咒神本源 出现在李天命眼前 李天命二话不说 先一步上去 将那天 土鬼先给吃了 这可是大捕之物 那灰色棺木吃了之后 还颤动了几下 一副很满足的样子 感觉像是个小胖子 拿下咒神本源 魔徒还没死 还在求饶 天土鬼的诡异消失 让他更恐惧了 不过 李天命没和他废话 他一边用东黄剑开椰子 一边驾驭九龙地藏 直接冲着幻天神去而去 那里还有一众幻天咒神 就看他们 跑得够不够快了 这时 那黄金闪电牛头人 秋渊的咒神本源 忽然气创说了一句 李天命 你饶我一命 我可以告诉你 一个关于炎黄神族的秘密 第3886章 一统中天 炎黄古遗迹 在祖界 秋渊对李天命而言 并没有什么价值 所以当他口里出现炎黄神族 这四个字的时候 李天命很干脆就用他的命 换来了一些果然很有用的信息 你说 祖界之中 还可能有活着的炎黄神族 而且 还是躲过了天道智库的那种 听到这个消息时 李天命还是很震惊的 现在的炎黄后裔 只遍布造化级世界 数量虽然不少 但是天赋被锁死 强者太少了 一族无强者 哪怕李天命再强 想要带一族重回巅峰 都难得超出想象 没错 这消息千真万确 月末也是想带着猎杀族 去那边碰一碰运气 才急着想带人回去 秋渊那咒神本源 老老实实说话 李天命有问他就必答 他心里很清楚 李天命要换天 占天神雀的戒合 所以 魔徒和同志两星主 很可能活不了 但他有希望 不过 他知道那古炎黄遗迹的消息 也不算多 算是给李天命提供个影子 真正要了解细节 恐怕还得去那几个万昼级世界 比如九重地狱星 大眼四九星 大梦网生星 九天玄女星等等 都会派人去研究这古炎黄遗迹 也会有很多人自发前往 去那边碰运气 对比古炎黄遗迹 对李天命而言 还有一件事 也很重要 那就是 永生将士 古祖重生 他在这九龙地藏当中抬头 明显可以看出 头顶上那金色水晶星辰 已经愈加闪耀 好像就压在了头顶上 在李天命自己的视角上 他的头一直都是金灿灿的 用仙仙和鸡鸡的话说 那是悬着一把砍头刀 好家伙 看来灵儿找到和他有牵连的士族了 而这个士族 甚至能勉强算八不神众的水平 李天命知道 这上星虚 除了最高的八不神众外 还是有不少其他星空士族的 他们遍布上星虚各大星辰 而现在看 这其他士族最强的一部分 反而集中在一个叫 太古横沙的特殊区域 这些信息 对李天命来说 太重要了 银尘遍布中天三星 不断收集各种信息 然而这些信息 基本来自咒神以下 见识稍微浅一些 不太了解太古横沙的事 不知道那永生将士 能接受我吗 李天命心里还有一点紧张 江飞灵第一个娘家 是朱雀国的国君江城 而今他和江青鸾 还在太阳上吃香喝辣 也都已经成心神了 他们对李天命 那是一万个满意 这一人得到鸡犬升天的修行之法 哪个岳父见了都迷糊 不过现在看 这永生将士 应该还是比较高端的 估计顶尖骤神不守 不知道 他们怎么看待 鼓祖重生谈恋爱这件事 嗨嗨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希望你信守承诺 秋云声音卑微道 要不把这牛头人给控了 李天命悄悄对白夜道 怎么控 白夜瞪脸道 用你的小阴魂啊 李天命道 草 你当我是变态啊 白夜直翻白眼 别想了 区区三眼生静 咱没这本事 脱离了这百亿众生线 你啥也不是 别飘了 行吧 李天命先不管这秋冤 这时候 白夜和仙仙 已经把魔徒和同志给杀了 这两位从头到尾都在叫嚣 怒骂 和新月神却咒神也没区别 李天命懒得搭理他们 说杀就杀 把他们一切的诅咒和威胁 都自动过滤了 那些话 也就和月魔说得差不多 为奴族出头 死路一条 不久后 两个戒合出现在李天命眼前 这次李天命干脆让龙兴 给吸收了 因为他身上的戒合 已经太多了 再吸收 连现在六十米的身躯都撑不下 反倒龙兴的中子威力还挺空的 而且他天资也高 效率不低下 成功第一步 先把这两个星辰给封死 从此以后 谁都不能出去 李天命道 嗯 没问题 龙兴一边吸收 一边道 有件事 你可能不知道 哦 李天命挑眉 我们现在抢夺的虽然是真戒合 但八步神中的领土星辰 他们都有能力拿出备用戒合 重新夺取星辰掌控权 甚至让我们手上的戒合废弃 所以 我们第一波掠夺 救人 就得彻底 龙兴认真说道 李天命点了点头 周梅道 这倒是简单 问题是 这样的话 我后续想用太阳吞掉这三个 星辰的恒星园 就不容易实现了 归根结底还是实力 只要你在上星虚真正崛起 你所能征服的 岂止是中天三星 就算是中天三星被夺回去 你能征服一次 就能无数次 龙兴目光拙劣道 他对李天命 已然有着强烈的信念 嗯 一步一步走吧 这次救人后 先稳一波 中子星虚时候 李天命已经激进了一波 引发了中天三星 对炎黄后裔的绞杀 而精彩 终于解决了这事 说到底 各大造化级世界 都有炎黄后裔 我还是有致命的把柄 被八部神众掌控 往后的路 可保持愤怒 但 要行之有道 不是要弱 而是 不动则已 一动 就如雷霆天崩地裂 摧枯拉朽 让对手再无抵抗机会 搞定了 两个星辰 已经封闭 不过 他们的一阶咒神 逃得差不多了 好在他们逃的仓促 没有带走诸如咒神尸体 传承天魂之类的东西 龙兴说道 行 魔徒和同志死之前 都已经传训了 要留下这帮咒神 确实很难 时间尚不允许 好在这上兴虚 战天神族和幻天神族 多的是 接下来 李天命连续到达了幻天神阙 和战天神阙 继续了星月神阙的步骤 将所有炎黄后裔带走 亦将大量的修炼资源带走 可惜 这些死去久远的幻天神族 虽然不是咒神本源状态 但其尸体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流逝 没法给小鱼直接使用 除了这一点 李天命拿走了中天三星的一切修炼资源 收获还是相当大的 第3887章 再开虫洞 咒神尸体 传承天魂 天元神器 秩序神源等等 无穷无尽 有阴沉 别想藏彩 如果不是时间紧迫 李天命非得将这中天三星刮上几十遍不可 自此 中天三星的危机算是彻底解除了 李天命将百亿族人顺利送到了太阳之上 同时带来了堆积如山的海量修炼资源 简直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加上炎黄血魂 可以解除天道智骨 可以想象未来这百亿炎黄后裔会诞生非常多的咒神 整个氏族都会强化 危机虽然解除了 但危机感却更重了 这段时间 李天命这欢托的性格却有点难欢托起来 关于炎黄神族的灾难 还有窃天一族的亏欠 让他心情有些沉重 这种沉重 甚至引火他们也没法调整好 心里急得是 还是多了 这个战场 不过是刚开端 打了第一场胜仗 攻下了这上星须八部神众帝国的三个边缘 小镇 欲吞上星须着一个超级星际皇朝 我要走的路 还有很远 李天命调整好了心态 然后 在万古神机 大眼四九星叶凌峰 古炎黄一记永生将士 这三件必须的形成之中 他选择了最着急的一件事 叶凌峰 他仍然生死不知 魂魔和李清宇 在太阳上等待着他 早已急不可耐了 李天命操办好中天三星的时候 几乎没有休息 就开始下一步 首先 他把秋冤之外的咒神 全部干脆杀了 至于重创的秋冤 他交给了龙星 我去大眼四九星一趟 这里就暂时交给你 和我一复了 李天命对龙星说道 那边不用我跟着 你到那边 就剩下九眼圣镜左右的战力了 龙星微微担忧道 百一族人更重要 万一这里被发现 大家更需要你 李天命道 龙星是一个靠得住的人 那行 你多加小心 龙星点头 巨手拍了拍李天命的肩膀 龙星不但要守护这里 还有傅泽和李无敌 一起培养着百一族人 从打破天到稚固开始 强大一族子孙后代 才是真正的永恒之路 李天命这次去大眼四九星 打算低调行 所以他只带上了两个人 李清宇和微生默然 去找叶凌峰 肯定需要李清宇 至于微生默然 他掌控同志 默然的幻神 是李天命关键时刻的底牌 李天命将九龙地藏留在了太阳上 登上了一艘名叫赵月号的万昼级 星月神缺星海神剑 他原先的主人是星战 而星战一族 已经让李天命灭得干干净净 这星海神剑 被对方追踪到的概率 是最小的 哪怕会被追踪 李天命也没辙 叶凌峰生死未卜 他必须要抓住对方 还没彻底重视他的时间差 先去大眼四九星看看 自己兄弟到底什么情况 除了李清宇和微生默然 李天命自然还带上了魂魔 他能为李天命快速找到叶凌峰 于是 他们登上赵月号 正式出发 赵月号呢 我以为自己突破够快了 没想到 你还是咬着呀 李天命看着三眼生静的李清宇 有些叹为观止 还不是因为 跟你带回来了太多星海秩序和眼生虚 有这两样东西 我就激进了一些 争取能帮上你 李清宇悠悠道 是为了救小峰吧 李天命笑道 顺便吧 希望这可怜的娃 这次能顺利一些 李清宇摇头叹气道 而这时 一道倩影从侧方而来 看见他 李天命眼前一亮 微生默然 十米了 终于不是拇指姑娘了 虽然还和李天命有不少差距 但问题是 他这是几天内赶上来的 谁知道他接下来多恐怖 这大眼四九星之旅 李天命战力失去众生线而受损 他必然是最大的仪仗 大眼四九星 全是幻天神族咒神 都到一眼生静了 李天命眼睛里 微微泛着光滑 那肯定了 微生默然身形一变幻 一分五十 又是一个个和他一样的女子 伴随在其身边 温柔看着李天命 虽是残缺魂魄 可眼里慢慢都是爱意 好家伙 一人成后宫 李清瑜吐了吐舌头 心里暗暗说 而另外一边 魂魔躁动不安 他能感受到叶凌峰的情绪 李天命之所以这么着急 也是因为这几天 魂魔的情绪相当不好 他问了邱渊 他对大眼四九星的事了解不太多 但也听说那里有一个怪物 把幻天神族惹得相当不高兴 出发 李天命启动赵月号的星途 选择开启虫洞烈倒 目标 大眼四九星 星空 某处 一间白色茫茫的大殿之中 圣主 墨女亮亮呛呛 跌入这大殿之中 双眼满是泪痕 他抬起头 周围满是咒神 而在那最高的位置上 一个高大微额的身影 如同一个恒星园世界那般闪耀 其光辉让人睁不开双眼 同志的女儿 何事惊慌 一道和蔼的声音 在这殿堂内响起 墨女颤声 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服侍天眼被夺了 天道智雇解封了 还有一个怪物 圣主的声音 不断在这殿堂内回荡 这年头 怪物是越来越多了 哄 他站起身来 台下 墨女的身躯 猛然炸成粉碎 咒神本源都没剩下 而那圣主握住了一团他的灰 悠悠说了一句 没有伴侣的单身狗 不配活在世界上 轰隆 暗黑的星空之中 猛然开出了一朵绚烂的花朵 那是虫洞裂道的灰光 嗡 一艘泛着采光的星海神剑 从这花朵当中穿出来 很快就熄灭了光芒 进入了黑暗之中 而那绚烂花朵 也很快暗淡了下去 大眼四九星 到了 李天命站在赵月号内 抬头往外面看去 只见前方漆黑一片 伸手不见五指 一根毛都看不见 但是 赵月号却忽然想起了 机械的提醒声音 警告 静止前进 否则将撞上半星 李天命让着赵月号紧急停下 半星 他看着前方 满脸疑惑 第3888张 小峰的手段 赵月号先停下来后 望着前方漆黑如墨的一片星域 李天命当即用了他了解 渗透一个新世界的老办法 那就是 放银沉 以前只放银沉 现在还多放了一个白夜 他们哥俩 一个负责搬运 窃听 一个能入人魂 窃取内心 可以说 都是掌控世界的超级神兽了 于是乎 一只只银沉 变换着各种各样的虫体 带着白夜 那移动能力比较差劲的灵魂种 开始在这漆黑的星空之中前行 很快 他们哥俩就碰到了星辰迷雾结界 证明前方有恒星猿事件 是大眼四九星吗 李天命问白夜 明显不是 这星辰迷雾结界比较一般 体量不算大 白夜满不在乎道 交给你们了 李天命可以肯定 那大眼四九星就在附近 在这万昼级世界周围活动 若以一艘抢夺来的星海神剑航行 目标肯定很大 于是 他先找了一个碎星区域 将这赵月号扔在了某处无人岩石中 开启了其自身的隐蔽结界 小程度藏起来 而他 李清宇 微声漠然 则离开了赵月号 如此一来 就算这星海神剑被追踪 我也早走了 李天命可没打算 一直用这赵月号 那纯粹是找死行为 这是星月神鹊 巨变结界的掌控核心之一 万一八部神众联合 对这星海神剑 发布追查令 这玩意儿开到哪里 都是高量目标 简而言之 抢来的马车 只能跑一程 至于回太阳之路 很简单 再抢一艘就是了 李清宇 微声漠然 都很轻便 唯一不轻便的 就是同志的两个咒神本源尸体 反正他们形状有所变化 李天命干脆将他们重重包裹 直接扛着走 他六十米高 拖走这两个直径二十米的球体 问题倒是不大 听说 地天级以上的虚迷之界 能承受助咒神尸体的力量 有机会一定搞一枚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李天命身上 那囚禁黄七的戒指 绝对厉害 因为黄七是活着的 活着的咒神 比死去的咒神 必然更强 若有那种虚迷之界 小鱼就相当于随身携带 人形大炮了 李天命想象都激动 搞定这一切 离开了赵月号后 银尘和白夜那边 已经通过进入了前方那一颗半星之中 在飞战时 星尘守护结界都是不开的 所以这一步很容易 大量银尘 通过附着在一些快速的星海神剑上 在短短几个时辰内 就已经到了这半星的一座座星尘 再和白夜配合 通过大量的调查 高效率 就为李天命得到了他想要的资料 这半星是怎么回事 李天命问 上星区的万昼级事件 都有半星 这些半星如同星环一样 围绕着万昼级恒星圆转动 也叫卫星 这大眼四九星 更是以四十九个半星闻名 资料太多了 银尘懒地说 直接在他面前 排列成一行一行的文字 让李天命一眼扫过去 那这半星是什么级别 不会是造化级世界吧 按理说 造化级世界 正常是万昼级世界的十分之一大小 怎么可能有四十九个伴随 但问题是 上星区也没六级恒星圆啊 不是造化级 是一种特殊恒星圆 其体量大概相当于天君级世界 甚至是圣域级世界 但内部蕴含的是 等同于造化级世界的宇宙天元 力量层次高 可以当作是一种特殊的 小型造化级世界 这种特殊的 奇形怪状的世界 上星区还不少 银尘用身体排列文字 果然要简单多了 他也够牛逼 若是靠李天命自己去问 别人肯定会疑惑 这人到底是谁 连这常识都不知道 这都行 万咒级世界 是全员咒神的世界 那这半星式 一般是咒神那些 还没成年的子嗣 足系居住 也有一些八部神众外的士族 甚至还有不少你们炎黄后裔 其人缘组成 比造化级世界 还要复杂一些 算是万咒级世界的特殊中转战 地天级世界 就不会有这种半星 银尘继续解释 为什么地天世界反而没有 李天命好奇道 地天级世界的人数 棘手 是九级恒星园世界中 人口最少的世界 也是真正的精英世界 哪里都是超级咒神 其子嗣一生下来 基本上很快就能成咒神了 银尘道 我靠 李天命虽然震惊 但想想自己刚上暗星时候 不也见证的是全员上神 这样 想想也合理 顶级宇宙之神 生命层次都已经蜕变了 怎么还会生出废物 猴子进化成人后 也不可能重新生出猴子来 这虽然很夸张 但这反而符合宇宙生命 蜕变之真理 从这个角度上 把咒神 心神 上神 凡人 当作同一种生命体 确实有些勉强 只能算 算是一条进化路线上 血脉共同 但层次不同的生命 宇宙无限巨大 下星虚都有那么多 上星虚只有一个 而上星虚中的地天级世界 极其稀少 基本没几个 而每一个地天级世界 又只有很少量的全宇宙巅峰血脉 这种存在 出生就是咒神 也可以理解吧 那都是有序世界巅峰了 地天级世界 不需要半星 万咒级世界 需要不少 这地天级世界 八部神中的帝皇血脉 距离我现在太遥远了 李天命思绪回到了现实 再问迎臣最关键的问题 你在这半星上 有听到小枫的消息吗 有啊 迎臣用口头说道 那你倒是说啊 李天命道 急忙 迎臣呸了两声 其一种银色虫子 在李天命面前继续排列 他这段时间 在那大眼四九星上 闹得非常大 虽然不算强 但他有一个手段 让幻天神族非常头疼 哦 什么手段 上星虚的宇宙空间 极其强硬稳定 幻天神族没法靠身体 破开世界障壁 进入异度界 需要靠结界阵途 但叶凌峰可随意穿梭异度界 这导致他根本杀不死 幻神镇压都逮不住 他之前就是靠着这能力 脱离幻天神族掌控的 迎臣到 第3889章 一记下层 这都行 李天命记得 这叶凌峰刚去异度界的时候 还处处撤走 没想到他现在比幻天神族 更能玩转异度界了 可见原始魔尊这组神 肯定和异度界有关系 然后呢 他现在在哪里 李天命问 前几日 大眼四九星出动了非常大的兵力 据说差点抓住了他 但还是让他跑了 把那一帮咒神器的半死 据说有千米咒神出动 都没逮住他 迎臣继续用文字排列 你哦 这逃命本事 是比李天命牛叉多了 那现在呢 他有消息吗 你能找到他吗 是不是得让你们 先进大眼四九星 李天命问 大眼四九星的星辰守护 节节没开 迎臣要进入 散播开来 应该不难 他可以通过搭星海神剑这便车 快速扩散 不用进大眼四九星了 刚刚出了消息 听说这家伙 跑到古炎黄一记那里去了 有人在那里看到了他 迎臣道 真能溜啊 李清宇文言简直哭笑不得 他们都追到大眼四九星了 结果这小子 又跑古炎黄一记了 只能说 正好 倒是和李天命的行程重合了 幸好 他没事 听到这个消息 李清宇紧绷的内心 终于放心了下来 哥 事不宜迟 我们赶紧去那古炎黄一记找他吧 问题是 这古炎黄一记在哪里 虫洞猎道 可到不了这地方 李天命说完后 看向眼前这些虫子 打听一下路线 不用打听 最近周围各大万骤疾世界 都会有大量的人往那边去 你搭个便车就行了 反正 那赵月豪不能用了 银尘继续道 那么多人去 李天命心里清楚 这些人无力不起走 那地方肯定有利益 才会吸引这么多人去 于是他再对银尘道 看来我李天命这个名字 暂时不方便用了 林峰又要登场了 微声漠然倾笑道 记得再安心 他就当了林峰的小倩 李天命哑然失笑 然后对银尘道 你找个目标 我们控制之 目标找好了 这一个叫做风神星的半星上 过几天就会有一艘风神号万骤及星海神剑 要启程前往古炎黄遗迹 其主人是一个叫做秦峰的天才 他是风神星星主之子 还是大眼四九星 一位圣主的弟子 因为岁数不过五百 且到达了九眼生境 所以 获得了一个 去古炎黄遗迹下层遗迹探索的资格 银尘道 那地方不该全渊咒神去吗 怎么年轻人也能去呢 李天命不解问 祖界是一个诡异世界 有些地方会有一些特殊的宇宙天然限制 比如 这古炎黄遗迹的下半层 听说在墙的咒神 只要超过一个寿元值 都会受到祖界限制 这个寿元值 据说就是五百左右 银尘道 好吧 李天命想起了上次秩序遗迹那次进入祖界 那里面确实诡异得很 叶凌峰 便是在那下层遗迹出现 被人看到了 另外听说太古横沙那边 对接到这个遗迹的入口 也是在下层遗迹 银尘道 李天命 真是全赶到一起了 不得不说 银尘这消息整理的能力 确实恐怖的惊人 李天命想知道的 全有了 几大万咒疾恒星猿世界 起码数万九眼生境以上的八部神众天才 一往那边去了 有一部分已经是咒神了 知道了 李天命微微吸了一口气 他和李清宇微声默然 这时候正穿过了那星辰迷雾结界 通过之后 他们赫然可以看到 一个杂色的恒星猿世界出现在眼前 不算大 比普通圣玉级稍微大一些 有点像是杨凡级世界旁边的月星猿 所以这地方 让李天命回忆起了月之神境 银尘已经锁定了那个叫秦锋的天才位置 他在这风神星唯一的虚城之中 风神虚 不出预料的话 这风神星的星主 应该是一阶咒神 而且是这半星上唯一的咒神 他叫这个名字 应该不是幻天神族吧 李天命问 不是幻天神族 却能当幻天神族弟子 显然有些本事 比眼日霜这种咒神卖天才还强一些 不是幻天神族 但 是幻神修炼者 白夜黑黑说道 哦 也不是八部神众之一 李天命有些意外 对 八部神众下 也有很多蜀族 幻神一脉 也非幻天神族独有 白夜道 这一点李天命知道 他继承来自大夏龟虚国的大夏汉字幻神 就是飞幻天幻神 这种 蜀族 挺多 迎臣补充道 李天命加速坠落这风神星 目标 风神虚 哦 白夜忽然冷笑了一声 怎么 李天命问 这秦风通过贩卖炎黄后裔赚钱呢 是这风神星最大的活人贩子 第3890章 跟我走一趟 风神虚 作为风神星最大的虚城 风神虚建造在这星辰的北极之上 如同一枚耀眼的明珠 风神星以枫叶黄色为主 全星种满了一种造化及恒星园滋生的特殊风树 能长到数十万米之高 叶片大而厚重 作为有咒神镇守的虚城 风神虚乃是全星民众的向往之地 预入风神虚 还需要向各大星辰成主取得通行证 这风神星虽然小 但常住人口 竟然比整个大眼四九星都多 确切地说 是这大眼四九星的49个半星 每一个的人口都比七主星要多 这是各大万咒级世界的严格规定 不到咒神 哪怕是咒神子四 都不能在大眼四九星停留时间过长 正因为如此 哪怕是这些半星 看起来也足够繁荣 同时 这也助长了八部神众子弟 拼命修行成咒神的意念 不成咒神 出身再高 家族都不能毁 一辈子人吓人 同时 这也保证了万咒级 地天级的绝对强者 精英制度 优胜劣汰 由此可见 万咒和地天世界上 人烟绝对洗手 在那上面住 每个人都太爽了 李天命站在风神墟内 抬头看天 天穷深处有一处阴影 隐约透出一些白色 那就是大眼四九星 幻天神族主宰的八级恒星猿事件 李天命现在肯定进不去 他六十米的身躯 坐在风神墟的一间客栈上 没有丝毫不适宜 上星墟到处都是体型 体量不一样的人 所以客栈 酒楼 建筑等 都各有设计 适应所有人 银沉 李天命前前品尝了一下 这风神星的特产风神酒 同时问道 这边有人议论中天三星的事吗 有人认识我吗 没有 银沉快速回答 真的一个都没有 真的 没有 白夜翻翻白眼 嘲笑道 你村上死了几个村长 城里人凭啥议论你 人家都只关心古炎黄遗迹 想着去捞一笔呢 谁管你 他话虽然粗糙 但说得在意 没人议论就行 正好方便我行动 李天命沉吟道 哥 李清宇端坐在旁边 游声道 这封神星上的炎黄后裔 过得也不怎么好 我们要帮帮吗 先不帮了 李天命低声道 从中天三星的经验来看 我现在实力和势力都还不够 炎黄后裔示弱 我若继续和他们绑定 不管我揍了谁 别人都会找他们加倍撒气 只能先往后走走看 若有一天 我能把势力建立起来 才能真正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上兴虚太大 处在这种现状的炎黄后裔太多了 微声漠然忧声道 所以现在的局面就是 李天命月和他们靠近 反而会给他们带来大麻烦 正好中天三星的动静不算大 加上有古炎黄遗迹 引走了注意力 只能忍一忍 他到了 就在这时 白夜看向窗外 语气森冷说了一声 李天命往外一看 一眼就锁定了他的目标 一个身穿橙黄色长袍的少年 沿街而过 其身后追随着一大群人 秦风 风神兴的太子爷 他行走之时 沿路的人都毕恭毕敬 退到了旁边去 给他让路 真招摇 李天命道 一般 换我是地主 走路比他还嚣张 引火黑黑道 李天命笑了一下 然后起身 和李清宇微声漠然一起下楼 在这风神虚的街道上穿梭 在某一条街道上 阻拦在了秦风面前 秦大少爷 李天命挑眉看着那橙红长袍少年 他白发黑金铜 身穿黑衣 气度惊人 秦风正忙着 去谈最后一笔生意呢 半路忽然有人拦截 他自然心生不快 只是一时被李天命气度设服 先皱眉道 你是谁 什么左 来自哪里 笔人 林峰 李天命拱手 又要是须与秦大少爷密探 可否借一步说话 不报来历是吧 那就是装神弄鬼 故弄玄虚 秦风森冷一笑 然后对身后之人招手道 把他脑袋拔了 是 一时间 连续走出好几个顶级的眼镜心神 李天命健壮淡然一笑 然后道 一个月零三天前 九合星城 目光府 换 站住 秦风听到这里 脸色猛然一变 当即让他的人住手 然后死死盯着李天命 眼中杀气涌动 他踏前来到李天命身边 低头冰冷看着他 道 你知道什么 我都知道 李天命微微笑道 这秦风在那九合星城 偷偷杀了一对幻天神族 而且是当着男人面前 先亲了他的女子 然后把他们一起杀了 大眼四九星和七半星 幻天神族是绝对的规则 哪怕父母不是咒神 都有特殊保护 秦风还有幻天神族师尊 他这样的举动要是爆出去 他和他爹都会死 至于李天命 为什么知道这事 很简单 银沉听到的 而且 还是这秦风自己说的 和他娘刚刚坦白的 秦大少爷 你要是敢在这动我 不出一刻钟 你的事会马上传遍整个风神星 到时候调查起来 你也不想你爹娘跟你一起死吧 李天命在他耳边道 想干什么 秦风轻轻抱起 死死盯着李天命 很简单 跟我走一趟 李天命拍了拍他的手臂 微笑道 秦大少爷请放心 比人只谋财 也没本事谋命 只要你慷慨 我绝对 让这个秘密 死在我肚子里 秦风怒视着他 拳头握起 你叫秦风 我叫林峰 这都是缘分 咱是自己人 李天命与其对视 微笑着说道 行 秦风摆摆手 让身后的人都回去 然后对李天命道 你要去哪里 带路 请 李天命带着他直接出城 沿路很多人都看到了 自然也会有人 去通报那咒神 但 李天命不怕 他只需要一个 清静的地方便是了 很快 他们到了城外 秦风见李天命 还带着一个三眼生镜 一个一眼生镜姑娘 心里会放松一些 第3891章 两个六 因为很显然 如果是有预谋的谋财害命 李天命没必要带着 这两人行动 一路上 他不断试探李天命 想套出李天命背后 有多少人 但李天命就是不说 到了一处空旷之地后 李天命转身 然后抽出了东黄剑 目光冷淡地看向秦风 其十方纪元神剑 石神从杰伦当中涌出 汇聚在东黄剑上 一身战力全部成形 你这是想干嘛呢 秦风很意外地看着他 他警惕的是李天命的埋伏 但从没把它当作一回事 试试本事 李天命说完这四个字 二话不说 就朝着他杀去 这一次 没有百亿众生献力量 他被打回原形 只剩下半生兽 石神和自身战力 虽是如此 这六十米身躯所爆发出的杀伤力 亦让秦风很震惊 哼 他搞不懂李天命是要干什么 但动作很快 马上迎战 汪 他的手上握住了一根百米长棍风神九节棍 小地天级天元神器 其上枫叶包裹 一共九节 十分厚重 有九种地天级宇宙天元力量 涌动其中 汪 与此同时 他的幻神风天火柱幻神灯上 一共九根千米火焰巨柱 猛然出现在李天命眼前 形成阵途封锁战场 形成了一个领域战场 这就是非幻天神族的幻神修炼者 他不是咒神 这自然不是咒神幻神 一人一棍一幻神 岁数不到五百的九眼生静 确实很不错 完全有希望千岁咒神 他很快 但李天命更快 他以一元炼狱火和两仪混沌雷开道 轰向对方那风天火柱幻神 然后石神汇聚力量 再以肉身挥剑杀向秦风 指出一剑 石荒万骤星门剑阵 开 东黄剑 一剑开出五座星门 砰砰砰砰砰砰 失去百亿众生念力的力量支撑 这一剑的炫光确实下降了很多 诞生在更真实 凝聚 那五大星门虽然只有十米左右的高度 但内部诞生的五大万骤级星辰却真实运转 剑意更具 他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就是最强杀 好强 秦风一脸不可思议 其封天火柱 幻神联合镇压 却被李天命的神通轰然破开 那一剑开心门瞬间杀到了秦风眼前 哄 秦风挥舞一棍 棍上卷起九重橙红色雷火 和李天命这一剑击撞在一起 哐荡 他这九十米之身躯当即倒退出去 连爬带滚砸在地上 万千剑气扑杀到其胸膛附近 立刻撕裂出数十道深刻剑骨的血痕 李天命很久没和非咒神战斗了 这一剑得手 秦风直接创伤 那星辰威力之躯体 看起来比咒神本源好 轰杀多了 林兄 有话好说 何必动手 秦风喷血后 惊慌爬了起来 眼见李天命再度杀来 他瞳孔一缩 连忙爬了起来 直接往封神虚的方向逃窜 不敢打了吗 李天命见状有些失望 不过 他今天想测试的战力 也得到结果了 便也不和这秦风多纠缠 而是对微生默染道 你也试试 嗯啊 那两个咒神本源就在地上 微生默染现在身高 和这咒神本源的一半平齐 他身体体量的增加 极大的加强了幻神容纳的战力 只见他将双手 放在其中一枚咒神本源上 那双手和咒神本源 仿佛连接在了一起 一个死去的幻天神族咒神力量 被轰然引动 轰轰轰 一时间 一个咒神幻神诞生 天地大盗齐幻神 足 炮 将 马等等严实形态的幻神 数量不多 却如同千军万马一样 冲杀而出 瞬息镇压在了逃走的秦风身上 将其压制地倒在地上 一身几乎变得扁平 咒神幻神 秦风失声尖叫 他不知道是微生默染 驱动了幻神 还在恐惧地看着周围 显然他以为是幻天神族 来审判他了 我错了 饶了我 秦风哭嚎道 你好好配合 我就饶了你 白夜说完之后 愤出了一个小阴魂 直接杀入了其大脑心脏之中 你是什么 秦风惨叫道 轰轰轰 他敢反抗 微生默染 就继续用幻神镇压 以他们的本事 快速拿下一个九眼生镜 问题并不大 白夜虽然没有百亿众生念力支撑 但也强了不少 一时间 那秦风的痛叫 从愤怒到恐惧 最后到降服 碰 他被迫跪在了李天命眼前 一脸惨然地看着他 道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 只是想成为你的朋友 然后搭个便车而已 李天命笑道 搭便车简单 但要成为朋友 还是很重要的 朋友 才有身份 搭便车 你们想去古炎黄遗计 秦风还算聪明 一下就想到了 没错 接下来我让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不然 李天命冷冷看着他 是 秦风只能颤然点头 接下来 李天命向他了解了一下古炎黄遗计 尤其是下层遗计的相关细节 这些细节 风神星的民众讨论不多 毕竟他们也不知道 你说 那下层遗计开一个月了 陆续有人进去 然后半年后 一共十个万周级世界的八部神众 才会联合一起 重新用天道赌约制定分配方式 李天命问 对 那是一个关键过程 现在下层遗计还没完全打开 秦风道 那我到时候再去 也还来得及 李天命回头 和李清宇对视了一眼 道 目前看 小风应该很安全 既如此 我想先去万古神机一趟 好 李清宇点头 他知道 如果李天命能靠微声默染攻下万古神机 从此以后 衍生虚等资源 毕竟无穷无尽 最重要的是 另外两大小六的回归 必定能在这古炎黄遗计 给他增加巨大的资本 万古神机 秦风听到这个地方 心里深深震慑 他已经意识到 这三个人不简单了 但 他的命 被捏住了 李天命对他道 行了 你直接跟你爹说 延迟去古炎黄遗计的时间 然后开着你的风神号 带你三位朋友去中天三星 第3892章 进宫 秦风回了风神须 向父亲说了 过些十日 再去古炎黄遗计的想法 当然 他被臭骂了一顿 不过好在 他父亲并没有管他 于是他开出了风神号 星海神剑 轰轰 一艘枫叶形状 看起来非常锋利的星海神剑 出现在了李天命他们眼前 轰鸣落下 星剑门打开后 一脸甚虚的秦风 面色难看站在那里 很显然 他还没完全接受自己 已经成了傀儡的事实 他甚至不知道 李天命这三人的来历 中天三星的事 他可没听说过 来得还挺快 李天命登上这星海神剑 在那秦风的腰臀处 猛拍了一把 赞叹道 不错呀 翘 秦风 要不是李天命身边 带着两个小美女 这一掌 他都要怀疑取向了 启程 去中天三星 李天命吩咐道 知道了 秦风脑子刺痛 他一时间也没什么摆脱李天命的头绪 看情况 李天命并没有要为难他的意思 他便老老实实 先将风神号开出了风神星 然后开启了虫洞猎道 这风神号是他爹的 不过他爹是咒神 平时横渡星空很方便 这才把这豪华座驾 传给了这副二代太子爷 这些年 秦风开着这豪华星海神剑 不管去哪里泡妞 那是一泡一个准 轰轰 虫洞猎道再次打开 前方昏暗的星空里 陡然开出了一朵 绚烂的花朵 这虫洞猎道在上兴须 肯定更加成熟 不过 因为上兴须的乾坤空间 太过稳定 建造难度肯定很大 如此一来 我天命皇朝那些幻天神族的租地 可能和虫洞猎道的建造有关系 这些都是历史遗留问题 设计面比较广 那些被租用的无量级恒星猿世界 都是世界级传送阵 李天命暂时要瓦解掉 还有些困难 问 风神号遁入了虫洞猎道之中 在彩色光耀之中 绚烂穿梭 星界内 秦风看着这一个怪异组合 正要问话试探点什么 李天命便回头 一点点问他 关于那股炎黄遗迹的细节 然后又把十个万昼级世界的大体强度 给问了一遍 包括这些万昼天才的水平 战力 他心里都有了一个了解 万昼级世界 战天神族方面 天才 强者 一般开到三重地狱轮 四重地狱轮 甚至有五重地狱轮 而昼级兽 十神你向方向 也很高 比造化极高得多 因此 李天命心里大概有数了 别看他现在你向还不错 但若去古炎黄遗迹 和十个万昼级世界的天才相比 还是差一些 造化极世界的天才 都接近三十集了 嗡 聊没多长时间 又回到中天三星了 李天命这次出去 也就几天而已 了解了一下各方信息 他让秦枫 继续操纵风神号 航行一段时间 然后就让他开门了 在这开门 前面什么都没有啊 你们要去哪里 中天三星不在这附近 秦枫看了一眼 星途说道 用你管这么多 李天命三人一起出去 然后回头对秦枫道 你就留在这个位置 哪里都不能去 风神号一动一步 你就得死 我再去大眼四九星 换个人来当车夫也不难 知道了 秦枫憋屈点头 老实点 李天命说完 三人一起 顿入黑暗之中 很快就消失在了秦枫的眼前 WWT刚欧不久后 李天命就回到了太阳之上 哥 服侍天眼你放在哪里了 李清语问 太阳内核最深处 暂时驱动不了 等能驱动了 再拿来使用 有巨变结界 星辰守护结界 和迷雾结界三重阻隔 那圣主找不到 这玩意儿 是个烫手山芋 说话时 九龙地藏已经来接他们了 李天命稍微和龙星打了个招呼 然后就和李清语 微生默然一起 带着两个咒神本源大球 一起登上了 回归下心虚之路 不管是天命地城 还是一号神机子珍那边 李天命都已经通知了 WOW 光芒闪耀 也就一瞬之间 李天命他们三个 就回到了万岛天星阵 这次中转时间短 李天命和极光打了招呼就走了 极光目前到了三眼生静 而且还在稳步进步当中 可见李天命弄回来的咒神尸体 发挥了大用处 整个天命地城的水平都在提升 估计未来有希望成就造化及世界的水平 攻下万古神机 在于上兴虚 拿下无数咒神尸体 那我所有亲人朋友 最终都能成就咒神 只要成咒神 岂不就有两万年的寿源 这只是刚起步 未来 十万年 百万年 都很正常 百米咒神 只是宇宙之神的起点 又是一次传颂 三人一起到了古民国 通过古民国有序法阵 再度抵达一号神机 光芒一闪 当李天命从上苍之眼下来的时候 子珍和一众有序一族都在迎接 至高无敌祖神 有序一族 那虚幻的灵体人一起呼喊 后面还有一些黄金族呢 看来你在这 人气还是比我高 李天命笑道 他在这里有一千万众生线 但体量太小了 对比起来 只有百亿的千分之一 而实际效果 甚至只有三千分之一 对现在的李天命来说 这点增幅 可以忽略不计 一号神机最高 只有六级眼神须 所以子珍的提升也停住了 现在的他看上去 刚好和李天命眼睛差不多 看着这紫发幽冷的姑娘 用怪异的眼神看着自己 李天命不由的眼睛一热 马德 他在挑逗我 李天命咳嗽一声 稳住了 听说 你又得大造化了 小鱼 子珍往旁边瞄了一眼 是的呢 说不定不用多久 就比你高了 微声漠然淡淡道 是吗 恭喜你了 子珍暗暗咬牙 如果微声漠然使用眼神须还好 他还能克扣一下 问题是 这家伙不需要 这把他给气的 两人好久不见 再见面 还是恨不得掐起来 不说了 抓紧时间 直接去干费第二个小六 攻占二号 三号 四号神机 李天命咳嗽道 至于第三个小六 李天命想等一等 目前小鱼掌控二级咒神的本源 但其实只能发挥出 相当于一阶咒神的战力 而那九号神机 可有不少有序一族咒神 现在直接通关万古神机 确实冒险 不过 哪怕是拿下第二个小六 等于再增加一头太古混沌巨兽 二十七个小鹰魂 作用必然不小 于是 他们很快进入了秩序书院 第三千八百九十三章 众生 以死赐我杀伐 来到了传送阵这边后 李清雨和子珍留在了这里 李天命打算 只和微生默染上去 这样保险一些 等我们好消息 李天命和他们说完 顿入法阵 光芒一闪 回家了 这次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白夜冒了出来 伸手一掏说道 你失去啥了 尊严 白夜狠狠道 听出来了 你以前被虐得很惨 李天命哈哈笑着 下一个瞬间 他扛着两个咒神本源 和微生默染一起 猛然出现在二号神机的秩序书院内 不愧是二号神机 比一号神机 那码头要大太多了 光是上苍之眼 都是两倍数量 这里的有序义族更多 而且都是小六帝魂的信徒 嗯 当李天命出现在这的一瞬间 他就有一种 头皮发麻的感觉 眼前 一个个数十米高的有序义族 忽然一愣 然后齐齐转过身来 身前独眼目光阴冷地 看着李天命和微生默染 废物 你也敢来我地盘 那些有序义族 声音无比猙獰 这声音一听 就不是个好惹的角色 什么叫你的地盘 再过一刻钟 这里全是老子的地盘 嗡 白夜从李天命脑子里爬了起来 和李天命提升到三眼生境后 他比之前在一号神机 动用千万众生力量的时候 要强太多了 这一阵白雾涌动起来 加上一号神机带上来的小阴魂 哪怕只有七个小阴魂 他的气势仍然很足 嗡 他的灵魂力量释放了开去 灵魂肿爆发 哄哄哄 整个二号神机秩序书院的有序义族 马上精神错乱 全部眼眸扭曲着 然后吐血下跪在白夜面前 高呼道 至高无敌祖神 掌本奢侈吗 行 一声震怒的咆哮从远处传来 远方无数云雾开始凝聚 到最后 一团厚重的白雲凝聚 另外 几乎在同时 李天命旁边的传送阵之中 还有两团白雲过来 三团白雲 轰然撞击在了一起 嗡 他们凝结成了一个白雲漩涡 而那漩涡之中涌现出一个猙獰 冰冷 肃杀的面容 死死盯着白夜 仔细一看 可以发现他的身体 由二十七个部分组成 这说明 他所有的小阴魂 都已经聚集在了一起 嗯 他这时候 目光才从白夜身上移开 移动到下方的李天命身上 森冷到 太古混沌废物御寿师 这废物竟把你当靠山了 是 如何 李天命审视着他 想摸一摸他的性格 不如何 我感谢他 把你送到我眼前 小六地魂悠悠看了李天命一眼 裂开一颗颗白雲组成的尖锐牙齿 鸣声道 我遇杀你 已经太久太久 你一只流浪小狗 有这本事吗 李天命冷笑道 呵呵 那小六地魂面目森冷 陡然发出一声尖笑 嗡嗡嗡 一时间 二号 三号 四号神机 几乎所有的有序一族 陡然朝天立 为其贡献灵魂力量 大量的白雾凝结在了他的身上 他身上的漩涡越来越大 到最后 竟然凝结成了实体 变成了一个六十米左右人形的李天命 站在了李天命眼前 实体化的灵魂力量 你 该死 所有被你降服的软弱废物 更该死 小六地魂明显属于残暴 冷酷的类型 而天魂这画牢 还真是完全不同 他说到这里 杀鸡已经锁定李天命 这是真正的憎恨杀念 哇 他以实体化的灵魂体 双手竟衍生出两把长剑 朝着李天命杀来 打烂他 白雁熟悉他 故而开口 对微生漠染道 微生漠染早已经准备完毕 他在那两个咒神本源上 同时启动了两个天地大道 奇幻神 轰轰轰 黑红色双方 一共三十二个象棋棋子陡然诞生 形成两个兵马猎阵 一方出现在小六地魂眼前 一方出现在小六地魂之后 这是咒神幻神力量 起码相当于一阶咒神的威力 而且 幻神对灵魂力量的镇压 防御 都是有很不错效果的 什么东西 小六地魂开局 就遭受如此暴击 但他并没有胆怯 反而更森冷 他的灵魂力量 很难打爆幻神 却会被幻神限制 所以他第一时间 散开成了漫天白雾 直接越过了一道道天地大道旗 冲向李天命和白雁 废物就该死 这似乎他的格言 他最强的是灵魂实体 散开后一半 白雁黑黑笑着提醒李天命 懂了 有白雁告密 李天命心里有数了 一起上 李天命说完落下 微声漠然那 天地大道旗幻神猛然收缩 形成一个领域棋盘 不断压缩那小六地魂的空间 兵足将帅 轰然震杀在那白雾之上 与此同时 白雁猛然化作梦幻泡影 撞入了这无数白雾之中 和这小六地魂厮杀 一时间 那白色火焰瞬息烧了开来 你这废物 怎可能有这等程度 听得出来 小六地魂声音虽然森冷 可其心里应该极其震惊 一直以来 这天魂都是他们欺辱的对象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老子穷 白雁凝叫一声 白色烈火和梦幻泡影 席卷轰杀 李天命看得叹为观止 明明是一只太古混沌巨兽 还真是分化出了不同的意识个体 简直相当于一卵三生的三胞胎 这还真干上了 而且性格还真是不一样 如此 白雁 微声漠染三重杀鸡 这小六地魂 还真是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处境中 没想到 这玉兽师 确实让你这废物翻身了 那小六地魂声音无比残暴 嚣张 但是 如果这让你们认为可征服我 那就大错特错 我就算死 也要拉上你们 嗡 他浓雾滚动 众生 已死 赐我沙发 一声凄厉之声 从其身上传出 一时间 二号 三号 四号神机 无数有序一族 疯狂燃烧着自己的灵魂之火 像是疯了一样 贡献自己的力量 直到他们 数千万有序一族 燃烧成了一阵阵清烟 彻底死绝 而那无数的清烟 汇聚在了小六地魂的身上 第三千八百九十四章 你就是最该死的一个 靠 白夜傻了一般 看着这一幕 先不说他做不到这一步 就算能做到 他也不敢这么干 太古混沌巨兽 自然成长的凶性 暴力 在这小六地魂的身上 可以说展现的淋漓尽致 他杀进了三个神机的有序一族 只为灭杀李天命 起码数千万 吸收了这些灵魂力量后 这一片白云不断翻滚 从那儿外不断翻出鲜血 一时间他竟化作了一片新红的血云 在李天命的头顶上翻滚 滔天的凶煞之气从其身上爆发而出 废物 得死 这血云凝叫了一声 震怒往李天命扑杀而来 血色化作物语倾洒而下 每一滴雨滴落 都有凄厉的灵魂刺响之声传来 糟糕了 白夜瞠目结舌 他不敢和这时候的血云对抗 只能快速收缩回到李天命的大脑心脏之中 与此同时 微声漠然精细地掌控着那天地大道奇幻神 别抵抗 在他的掌控下 这两大幻神变得无比精细 同样进入了李天命的大脑心脏 在其无数灵体威力之上 形成了厚厚的一层层球形棋盘 将其保护得无微不至 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咒神级别的力量 李天命还是很惊讶 微声漠然对幻神的操纵 确实肉眼可见地增强了 连这样复杂的操作 他在几天内都能融会贯通 就算不是天九重生 那又如何 他已经快速蹲入一眼生静 李天命很期待 看他成就咒神的光景 如此一来 加上他自身的天灵塔 可以说他已经形成了三重防御 这其中微声漠然的天地大道奇幻神 是最重要的一重 也是最外一重 他也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天地大道奇幻神 要不然 在保护李天命的同时 自己要是被偷家了 那恐怕都得死在这里 那天地大道奇幻神 在他体内的表现 肯定会比在李天命这边更好一些 这一切防御 都是电石火光之间缔造的 撑住 就在下一个瞬间 那小六地魂血云形成的血色灵魂风暴 就已经冲击到李天命的头上 这样的进攻 连萤火他们都帮不上忙 只能在半生空间内待着 省得被误伤 废物 废物 区区残废 偷我等血脉 洗我等大脑 一介窃贼 偷天偷地 我没找你清算 你还敢来我的地盘 还想奴役我 那血色灵魂风暴撕叫着 冲击在第一重 得天地大道奇幻神的防御上 一时间 李天命眼前的世界 都被血色吞没 他封了一班冲杀 轰灭这幻神 像是亿万的灵魂之爪 想将李天命这大脑心脏上的 一个个棋盘 给撕裂开来 轰轰轰 灵魂风暴形成了怒音 不断冲击在李天命的脑海上 虽然没被攻克 但他的脑子 还是如被撕裂一样刺痛 从外面看 他的头已经被血色烟雾所吞没 这小六地魂血云 根本就不管微声漠然 眼里只有李天命 他已经将李天命 染成了一个血人 白夜 这样下去要怎么弄 李天命皱着眉头 还在坚持 他现在和白夜双修 灵魂早已经比之前强多了 在眼镜中 几乎算是最强 但面对小六地魂这种残暴的怪物 能撑住就不错了 根本没有反击的机会 能怎么弄 撑着呗 他这是燃烧灵魂而来的力量 终究有消耗干净的时候 到时候 他就会被打回原形 成为爷爷的盘中之物 嘿嘿嘿嘿 白夜笑道 你还笑得出口 问题是 我们能撑到那时候吗 李天命无语道 我能啊 但是 你能不能 我就不知道了 白夜翻翻白眼道 李天命 马德 这玩意儿不靠谱 现在还是微声漠然的咒神幻神 能顶住那小六地魂最残暴的虐杀 李天命用窃天之眼 看了一下微声漠然 只见他沐浴在咒神本源的光辉之中 如同女神降临 浑身光耀 状态站起来很是不错 看到他这状态 李天命心里放松不少 微声漠然本就是 他赶来挑战小六地魂最大的仪仗 而他的表现 确实让李天命很满意 既如此 那看谁持久了 李天命没闲着 他现在唯一能干扰 这小六地魂的 就只有窃天之眼的窃命魂了 可惜对面这是地魂 效果打了折扣 李天命用了上百副眼 尝试了好几次都以失败告终 其实你不必对我抱有偏见 你看看 你这位天魂兄弟 本来也和你一样 可加入我们的大队伍后 他生活质量直线提升 和我去了上兴虚 那边的生活多姿多彩 李天命开始念经 哼 生出失去意志 自然快乐 不过都是一帮烟货 除了嬉笑耍宝 当你的绿叶 又能干什么 你一个小贼 你凭什么踩到我们 太古混沌巨兽头上 纵使更强大 又能如何 再强的走狗 也是见狗 那血色风暴凝叫着 如同亿万的奸针 不断朝着李天命脑子里钻 说得有道理 我也很不爽 不过 我后来发现 他给的实在太多了 白夜撇撇嘴道 你闭嘴 废物 阿姬 你就是最该死的一个 你丢了灵魂兽的脸面 你比那些阉割的剑楚还不如 血色风暴嘶吼道 泽泽 我当时叫嚣得也挺凶 后来发现 哇 躺平的日子真是爽啊 白夜洁姐笑道 一个人努力没意思 我再也不想努力了 你 你简直废得无底线 那血色风暴咆哮一声 还在疯狂撕扯天地大道奇幻神 他已经有了成果 撕裂出了一些缺口 不过白夜盯得很紧 基本上稍微有漏洞 他就直接堵上去了 底线是什么东西 你现在避避的胸 一会儿还不是梳得连底裤都没有 姐姐 说我是垃圾 难道你不是吗 地魂啊地魂 你不行啊 让你占据了27个小阴魂 你还这么肥 这小阴魂要是给我 我早把这小例子杀穿一万遍了 你就是智障一个 还是我天魂最聪明 白夜呵呵冷笑 还真被说 由他出面 刺激着血色风暴 效果出奇的好 第3895章 做人怎么能受王八蛋的气 死 死 死 地魂怒吼 死你个大头鬼哦 小脑残 白夜嬉笑 我一会儿非得吃了你不可 姐姐 小心拉肚子 你是我天道本源祖魂的耻辱 你这小脑残 才是耻辱 果然最了解他们自己的 还是他们自己 李天命和微生默然恶然看戏 呆呆看着他们吵个不停 简直像是从上辈子开始吵 一个凶悍 一个贱兮兮的 吵得李天命脑子嗡嗡响 这地魂凶是凶 但这智商确实比天魂差那么一点 李天命心里暗暗道 各有特点 天魂 地魂 各有侧重 地魂是凶魂 所以才能驱使十神战斗 不过 命魂是命之基础 生灵之根本 是平衡而圆满的 而今这血色风暴 受到了白夜的挑衅 和他缠斗 叫骂 殊不知 这样会让他忽略力量的流逝 他看着好像马上就攻破 微生默染的幻神防御 但这是微生默染在控制引诱着他 他这咒神幻神足够强大 震杀力越来越熟练 还没真正开启到最强程度 正因为如此 在这样的对话叫骂这种 这小六地魂血云 一步步被消耗 很明显可见 他的杀伤力还在下降 李天命越来越安全 耻辱 败勒 那血色风暴凝叫 略略略 进来咬我呀 白夜嬉笑道 你给老子等着 来来来 我就在这等你 你有本事进来 轰轰轰 那血色灵魂兽歇斯底里 击破了天地大盗 奇幻神的大部分防御 和白夜正面搏杀在一起 白夜强化了很多 而小六地魂的燃魂力量 已经丧失了很多 加上暂时进来的少 此消彼长之下 他一时间竟然拿不下白夜 就这 就这 笑死我了 你很会吹牛逼 但就这点力量 还不如鸡鸽呢 白夜吃笑道 引火 嘲讽归嘲讽 为何要黑鸡 死 轰轰轰 剩下的血色灵魂风暴 一时间全部震碎了 那天地大盗奇幻神 彻底杀入李天命的大脑心脏之中 整个小六地魂完全进去 你死定了 天魂 从这血色风暴的怒火来看 白夜这是完全将仇恨值给拉了过去了 是吗 你看看外面 白夜笑得前腐后仰 那血色风暴往外一看 只见那天地大盗奇幻神又重新出现 形成一个个棋盘 完全将李天命的大脑心脏给封闭了 进得来 出不去了 兄弟 你被关门打狗了 看看你自己身上 还剩下人魂力量了吗 白夜笑得非常放肆 确实 小六地魂身上那属于血色的力量已经消散了大半 而且还在最终消失 很快就没了 反观那天地大盗奇幻神 却在收缩 压制 帮助白夜 镇压在其身上 吃你爷爷一泡泡 白夜冷笑一声 化作梦幻泡影 轰击在这小六地魂的身上 那小六地魂正想凝结成实体 却被其快了一波 加上幻神镇压 其身体再度被崩散开来 哦 小六地魂发出一声痛叫 落水狗 哈哈 谁是废物 还有脸叫吗 你 爷爷揍你 就跟六狗似的 白夜双手插腰 嚣张大笑 追着那小六的魂打 而这小六的魂身上的血色已经彻底退去 他无限弱化 在这三个神迹 他的信仰者有序一族已经死光了 所以 他很快就会弱到极致 被彻底封在这里 你 小六地魂死死盯着白夜 早把李天命往到天外去了 可怜啊 可叹啊 还嚣张吗 阿基 白夜骑到了他的头上 狠狠揍 把那小六的魂给气炸了 嘿 李天命忽然喊了一声 然后对那小六地魂道 兄弟 你恨他吧 心里无比悲愤吧 今日之耻 做梦都想报复吧 你想说什么 小六地魂被压在下方 怒火滔天对李天命道 很简单 只要跟我一起共生修炼 以你的资质 一刻钟后 你就是他的三倍强 到那时候 他会为此刻的嚣张 付出惨重的代价 李天命寻寻善诱道 拔 白夜一惊 起来瞪眼对李天命道 你嘛 你说的是人话吗 则则 李天命冷笑道 说实话 这家伙太嚣张了 连我这路人都看不下去了 再不为你出头 公道何在 你仔细想想 三倍的力量 那还不得将这嚣张的家伙 打得抱头数窜 你就甘愿让区区一个天魂 骑在你头上 作威作福吗 你可是地魂啊 还有王法吗 还有法律吗 小六地魂沉默了 李天命 你生儿子没屁眼 粪从嘴里出 白夜跳了起来 气得土泡泡 最后 我想说的是 我们在上心虚 已经有百亿众生线了 眼镜之深 可灭咒神 这些信徒 可都是这天魂 辛辛苦苦攒下来的 据我所知 你只要跟我一起修炼 就能直接共享百亿 那得多牛 不敢想象 李天命深深感慨道 卧槽 白夜怒视李天命 然后对那小六地魂道 兄弟 我们联手 一起灭了这挑拨离间的贱人 现在动手还来得及 要不然你沦陷了 就只剩下我自己 为正义孤军奋战了 傻逼 小六地魂瞪着看他一眼 你去死吧你 你必死 你给我等着 一刻钟之后 我必把你压在脚下 把你踩成一坨粪 白夜 这就对了 做人怎么能受王八蛋的气 不行 绝对不行 我也看不下去了 我为你出头 李天命笑道 你给我等着 小六地魂怒视着白夜 前来和李天命共生修炼 靠了 白夜感觉玩得有点大了 别傻了你 先把他拉上 贼传再说 共生修炼了 他还能揍你不成 李天命偷偷用心灵沟通安慰道 我信了你个鬼 白夜咬牙切齿道 他话音刚落 李天命就在这二号神机 直接拿下了那小六地魂 二十七个小英魂 自带诞生之士的力量 和李天命构建修炼体系 因为有白夜的基础 这次十分顺利 快速 这小六地魂 直接改头换面 境界飙飞 咦 他眉头一皱 然后呼唤开来 震惊到 原来共生修炼这么爽 李天命 白夜 第3896章 地魂配地魂 从毫无境界到三眼生境 小六地魂消耗掉了自己积攒了多年的灵魂力量 却换来了稳定 稳固 更为强势的境界力量 灵魂心海之力 而且 这一股力量比起他之前自然更强 毕竟距离上次李天命征服小六天魂 他已经突破了很多 至于李天命 相当于重修了一次天道本元书 二次加强了灵魂修为 没有出乎预料的是 他的灵魂力量增加了三倍 不说进攻 起码防御力更强了 他们加起来 一共36个小英魂 虽然还不如小六命魂的45 但勉强也能算旗鼓相当了 不出李天命所料 小六地魂修炼到三眼生境后 他的体量达到了天魂的三倍 此刻 在他的大脑心脏内 白夜那虚幻的云雾之身 看着眼前这个健硕的 几乎凝结为 实体的小六地魂 有点头皮发麻了 天 虚无缥缈 地 厚重 凶悍 如同一个光头刀疤肌肉屠夫 等等 白夜伸手 咳嗽了一声道 咱是文明的太古混沌巨兽 不但是亲兄弟 还是三胞胎 理应手足情深 我欺你祖宗 哄 小六地魂冲了上去 按住白夜一顿乱锤 白夜嗷嗷大叫 这家伙横行无忌至今 终于遇到硬骨头了 不过他也不是吃素的 虽然体量小 但本质上两者是一样的 本就是一个灵魂里分出来的 该有的本事都有 打起来也就吃一些亏 真正头疼的是李天命 喂喂喂 你们要打出去打 别在我脑子里打 不 我就在这 蠢货 老子和你决一死战 白夜嚎叫一声 废物必须死 那小六地魂 至今没法接受自己 被驯服的事实 仍然将所有的气 撒在了白夜的身上 我靠 李天命感觉头大了 一山不容二虎 现在脑子里两只虎 动不动就打 以后咋办 再想到 若有将来小六命魂回归 那估计都得人格分裂了 微声漠然健壮 叹了口气 只能继续用幻神 保护李天命这大脑心脏 不然非得给他们 打成脑残不可 哈哈 自作孽 不可活 因果报应 引火无情嘲笑 尼玛 都是你这当大哥的责任 一帮弟弟妹妹全反了 你没有微信了 李天命呵呵道 那个 本归支持鸡哥 兰荒若若道 他们几个岁数大的 看着这两小六 一个比一个拽 纷纷叹了一口气 淡定 小屁还都是这样的 叽叽抱着双臂 老气横秋道 等这俩玩意儿打了半天 终于累了 躺在李天命脑海里休息 李天命这才问那小六地魂 你有什么特殊本事吗 我看你好像没有那梦幻泡影啊 谁要那垃圾神通 小六地魂冷笑道 哦 听起来你很强的意思 李天命挑衅道 嗡 话音刚落下 那小六地魂几乎在李天命面前 凝结成一个实体形状的李天命 那灵魂力量极度凶悍 这形态 倒是有点像是一个石神 哄 他一拳打在李天命身上 那灵魂力量瞬息传导 虽然伤不到李天命 但李天命能感受到 这力量爆发的恐怖 一个头脑简单的莽夫 憨糊而已 白夜激笑道 呵呵 小六地魂对李天命挑了挑眉 把你石神祭出来 哦 李天命心里一动 祭出十方纪元神剑 这各种颜色 属性的剑道石神 环绕在李天命身边 就在这时 那小六地魂 二十七个小英魂 分出二十个 分别进入十方纪元神剑 两者竟然融合在了一起 那十方纪元神剑的剑柄上 都多出了两个白云般的婴儿图案 什么 李天命驱动着拥有二十个小英地魂的石神 往前穿刺 他明显感觉到 这些石神 竟然叠加了恐怖的灵魂杀伤力 石神的本质是地魂 这星小六也是地魂 本质上相同 所以竟能叠加 对于石神修炼者来说 地魂就是攻击之魂 而天魂是领悟之魂 命魂是性命之魂 这是三者不同 之前有百亿众生念力的时候 一共六七个小英魂的杀伤力 都能击杀咒神 而现在 我这十方纪元神剑上有 二十个小英魂 还有七个小英天魂 七个小英地魂赋予 这灵魂杀伤力 谁能挡 李天命不得不说 天道本源祖魂这太古混沌巨兽的重生变化 实在太拟天 别人都只有一个 他直接三胞胎 如此一来 石神杀伤力 必然大幅度飙升 谁能想到 他的石神 会变成灵魂毁灭气 牛 不得不承认 这个手段 让李天命极为惊喜 一般 莽夫而言 白夜鄙视道 废物 小六地魂冷笑 你刚才不是口口声声 骂我们家畜 现在 你也当家畜了 感觉如何啊 白夜黑黑笑道 死 小六的魂恼羞成怒 又是牛打在了一起 李天命 脑壳表示承受不起了 给这玩意儿 取什么名字 这完全是另一个了 萤火也看出来了 不能把三个小六 当成一个个体来看 他们就是三个一只 十二只太古混沌巨兽了 李天命早想好了 道 就叫白灵吧 表达了我对小风的思念 哦 他们全吐了 所以最后一个命魂 准备叫白风 先先皱起眉头 听起来像白电风 你滚 我这不是为了保持对型吗 李天命道 白夜 白灵 白风 骑活了 我叫白灵 那小六地魂一脸不爽 什么狗屁名字 我觉得不错 狗屁名字配狗屁 白夜道 死 李天命五头 他决定彻底忽略这两个玩意儿 对了 你现在有本事 搞定上面那一位吗 那喜提新名字的白灵 瞪眼问李天命 没本事 再等等 李天命道 那要尽快 他最近在搞事 有点神秘 可能和一些别的地方的存在 扯上一些联系了 白灵冷冷道 第3897章 前往一记 别的地方 你指的是 九号神机上方 有序海内 还有一些空间 生活着一些种族 白灵道 哦 李天命想起了有序风族 黄七 再搞事 你在下面的行动 他应该有感应了 白灵道 行 只能尽快 李天命点头 现在上去 肯定很冒险 知道有这事就行了 话说你阵营变得很快啊 这才一眨眼 你就能为我们考虑了 白夜又在吹嘘嘲讽 那是因为 比起讨厌你 我更讨厌他 你算什么东西 白灵呵呵道 算你哥 白夜道 死 接下来 才是发财时刻 李天命直接上去了 四号神机 先将那边五号神机 下来的传送阵 给围住了 这样一来 前面四个神机 都属于他了 从二号神机上来 看着这空荡荡的三个神机 李天命有点头大 这里的有序一族 全让白灵杀光了 所以 到处都很安静 三个神机的衍生虚 倒是非常多 连九级衍生虚都有出产了 这意味着 李天命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快速修炼 有保障了 从一个神机到四个神机 大幅度增加 未来衍生虚和秩序虚的收获 必然会改变太阳 递称全体民众的提升速度 最重要的第一步 此珍 他要镇守住四个神机 必须要有足够的战力 而衍生虚 是他快速成长的机会 之前他已经停了太长时间了 收取了众多衍生虚后 他就开始吸收修行 李天命需要等他 到了九眼生境 才能离开这里 看着他盘坐在紫物之中后 李天命闲下来 便在这四号神机内寻宝 白灵看他 拖着两个咒神本源行动 就提了一嘴 说这四号神机秩序书院的院长 手上倒是有一枚中地天级的虚迷之戒 可以承受助咒神尸体的力量 这院长也已经隔屁了 李天命拿下后 尝试了一下 发现还真可以 同志两位新主的咒神本源 轻松入内 还真别说 这戒指挺好看的 而且也适合你 李天命握着那墨绿色的宝玉戒指 对微生墨染的 给我戴上 微生墨染 看着他的眼睛 行 李天命握住了他的仙仙玉手 虽然他只有十米 他得蹲下来 但画面还是挺温馨的 微生墨染 将那戒指放在上仓之眼的光芒下 看起来十分欢喜 他看了李天命一眼 道 就当你求过婚了 李天命玩耳一笑 道 刚捡来的 有些草率了 刚说到这 另一边嗡的一声 一阵子雾震荡 只见紫针悠悠看了过来 冷冷说了一句 浪费一枚眼声虚了 烦死 李天命 接下来 他就没有再浪费了 而是一路飙飞 大概两天左右 直接杀到了九眼声镜 万一把他惹怒了 无限开弓眼的话 战斗力可能都快接近咒神了 李天命这才放下心来 然后 又到了离别时刻 要急着走啊 紫针背着手 微微低头看着他 撅着嘴道 没办法 我兄弟还没见着 李天命道 你每次都有事 紫针道 李天命闭闭嘴 他也没法说下次 只是看了紫针许久 然后 他道 放心 你都这岁数了 还怕等我等老了吗 说的是人话吗 你 紫针瞪了他一眼 对了 那个面具还在吗 当然在 我每天堵物私人 泪满衣裳 李天命笑道 滚了你 无聊得很 紫针顿了顿 然后认真道 行了 再见 说完 他转身就走了 李天命还想拥抱离别一下来着 结果就只有一个背影了 我会尽快再来一次的 李天命道 因为上面还有一只怪物没抓 紫针回头问 不 为了见你 吹吧你 从上苍之眼到古民国 再回万岛天心镇 李天命又将一大批的秩序须 衍生须 交付给了极光 短时间唏嘘一下 就只能离开了 毕竟微生默然和妹妹都跟着 再考虑姑姑现在不同步了 只能忍 李天命也急着去古炎黄遗迹 他现在带着大量眼神须 还有白灵的存在 心里有底了 很快 他就回到了上星须 太阳之上 收拾了一下后 李天命就和星空中默默等待的秦峰见面了 走 去那古炎黄遗迹 李天命道 那地方没有虫洞猎道 还需要从大眼四九星过去 先回一趟风神星 可否 秦峰客气问 行 另外 我师尊听说我还没去 吩咐了我 让我去大眼四九星 带幻天神族的几个师兄师姐 一起出发 第3898章 又是天道竞技场 李天命去万古神机这段时间 白夜也一直都在监视着秦峰 秦峰的事 他都知道 只是懒得和李天命说而已 你师兄师姐 全是幻天神族 李天命问 对 秦峰点头道 什么境界 有咒神吗 李天命挑眉问 咒神 那肯定没有啊 五百岁内要成咒神 还是相当难的 大眼四九星上的咒神 五百岁内的也不多 秦峰择舌说道 听到不是咒神 李天命感觉索然无味 没有利益可托 无趣 虽然他未必是这批人对手 可以不接吗 李天命漫不经心问 不行啊 要是不接 我前途就毁了 这些可都是高贵的天神族 我们跟着他们混的 我这出身 能当圣主弟子 全靠我爹每天塞钱 秦峰苦着脸道 看来 你在这个局里 也就是一个车夫 李天命揽得为难他 说到这里 他点头道 行了 看在你的面子上 接 秦峰这才如是重负 他启动了风神喉 再度顿入到了虫洞裂道之中 一瞬千万里 跨越无尽星空 在上星虚中穿梭 不久后 再到大眼四九星 而就在他离开的同时 另外一艘幽冷的星海神剑 已经在中天三星附近徘徊很久了 因为古炎黄遗迹的事 到现在都没人来中天三星 为这里的人重铸戒合 此时 在那星海神剑内 坐着一个白色魁梧的咒神 他已经很不耐烦了 在他面前 跪着一群咒神 这时候也诚惶诚恐 真是废物 找这么长时间 白找了 那白色咒神声音如光火 一变变灼 烧着下方咒神的耳膜 圣主息怒 这俩人带着百亿人口 就如凭空消失了一样 甚至很可能去了下星虚 根本抓不住 一位咒神紧张道 你的意思是 我的服侍天眼咒神器 就这么没了 圣主应冷道 圣主 请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所有咒神恍然磕头 生怕自己被一捏就死了 他们可亲眼看到这圣主一瞬杀咒神的 这些人能出成就咒神 相当不容易 比谁都惜命 行 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若我下次过来 还没有任何消息 你们这帮人全等死 圣主轰然站起身 在他面前 这些一阶咒神 就如兔子一样渺小 一脚都能踩得爆出血 滚 在他一生冷喝之下 那些中天三星活下来的 战天神族 幻天神族 纷纷快速离去 就算是咒神 同样一头冷汗 圣主 那白色咒神旁有一道漆黑阴影 他询问道 可是要启程去古炎黄遗迹了 不能拖了 那边上下两层遗迹的天道竞技场 快要降临了 每次这战场降临 都有一帮非八部神众的剑族 偷偷前进去 承接一道天法种子混经验 我要是回去晚了 名额要让这剑族抢了 不得吐血 圣主骂骂咧咧道 这帮小族 依托我们幻天神族而存在 但一个个阴得很 总想闹出点什么 爬到我们头顶上 那阴影冷笑道 抓紧时间 圣主催促道 是 我这就启航 阴影启动 那星海神剑 顿入虫洞裂道之中 消失而去 不久后 风神号并没有在风神星降落 而是抵达了另外一颗 很靠近大眼四九星的三号半星 在这个位置上 李天命几乎能穿过迷雾 看到那一颗壮酷的万骤及星辰了 哪怕只是看见冰山一角 那种全员骤神的高端世界 还是如此让人向往 我距离这八级恒星猿事件 还有多远 李天命自己也搞不清楚了 他现在三眼生镜 却有六十米高 很难想象 他十眼生镜 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你们稍等 秦峰对李天命道 这三号半星的虚城有十几座 几乎相当于一个造化级世界了 风神豪在第一个虚城就停了下来 看这情况 秦峰还得去不少虚城 简直相当于接送猿 他们没星海神剑吗 非得让你送 李天命无语道 他们虽然身份高 但还真不一定有万昼级星海神剑 我们风神星就配了一艘而已 一般都不会给五百岁以下年轻人 秦峰解释完后 就屁颠屁颠 开始出去迎接了 不久后 就有两个幻天神族 在秦峰点头哈腰的迎接下 来到了星海神剑内 那两个幻天神族比较像风轻幽梦 一身唇白 长得就很唇血 一看就知道血脉比较高端 唇净 怎么还有其他人 那幻天神族女子一进来 就看到了李天命他们 秦峰连忙道 这三位是我朋友 男的叫林峰 和我同父异母 不是 同名异姓 很有缘分 哦 那两位幻天神族点了点头 李天命愣了一下 居然没有嘲讽 看这两人没有驱赶李天命 秦峰松了一口气 连忙向李天命介绍道 兄弟 这两位分别是慕之悠悠 慕之默默 他们父母都是顶级咒神 秦峰 安静点 那叫慕之悠悠的女幻天神族道 是是是 秦峰善善笑着点头 接其他人吧 慕之默默牵着那慕之悠悠的手 两人坐下后 久久对视着 狼情惬意 眼里 似乎并没有任何别人 我爱你 慕之默默道 我也是 慕之悠悠道 一天说一万遍 我都不嫌多 慕之默默道 可我想听十万遍 慕之悠悠道 李天命 微声漠然 他悄悄在他耳边道 你们幻天神族 脑子多少有点病 你滚啊 微声漠然瞪了他一眼 人家这叫恩爱 你懂什么 花心大萝卜 屁 李天命再往那边看了一眼 把爱当行事 一遍遍洗脑 迟早要出事 真是脑子扭曲一族 接下来 又上来的几对幻天神族 他们长相 性格各不相同 但如出一彻的是 他们眼里都只有彼此 深情且深爱 看得李天命 心里一阵愧疚 马德 到头来 好像只有我醉着 轰隆 这时 星海神剑启程了 航行至古炎黄遗迹 路途大约需要一个月 兄弟 李天命向秦峰勾勾手 在他耳边悄悄道 问你一个问题 谁 这些幻天神族 要是出轨了会怎样 李天命低声问 那可是罪该万死的大事 秦峰听完一惊 然后悄悄在李天命耳边道 会九族连坐 起码得死几万人 破 李天命差点喷饭 你当真 举事皆知啊 秦峰道 李天命心里有千言万语 最后归结成了两个字 牛逼 第3899章 眼神出轨 前往古炎黄遗迹的风神号 启动之后 就非常幽静了 秦峰忙着当车夫 那些一对对的幻天神族 忙着秀恩爱 李天命 李清宇 忙着以星海及秩序修行 时间太短 他们暂时没敢吸收眼生虚 微生漠染 则直接消化那铜 质的秩序 它的效率越来越快 甚至超过了眼生虚的速度 这次安静下来修行 不需要到处赶路后 这才过去十天 他就连破两重 在境界上追平了李天命兄妹 同样成就了三眼生境 这都行 李天命看着这长到了自己腰间的小姑娘 脸上写满了无语 他一直都是最渣的 这下好了 碰上幻天神族咒神 他摇身一变 成为突破最凶猛的一个 子珍还要等等眼生虚 他倒好 直接吃自己足人 按照这速度下去 再过不了多久 他和姐姐们的结界 都要镇压到你头上了 引火瞠目结舌 在李天命耳边骚里骚气道 嗨嗨 没事 李天命倒不至于自卑 毕竟咱基础牢固 他暗暗道 你也就这一个自我安慰法了 白夜洞察了他的想法 无情嘲讽道 死 白灵又气到了他的身上 在李天命脑子里大打的不停 什么自我安慰 他强就是我强 能吃无穷大老太婆们的软饭 也是老子本事 李天命呵呵道 你这个闷子 用得很灵性 先先呵呵道 李天命高兴归高兴 但他心里清楚 和子珍一样 微生漠然也会有瓶颈 这个瓶颈就是 在没有百亿众生线的地方 李天命没有背景 靠自己很难给他斩杀 更强的幻天神族咒神 而他这种咒神本源 掌控法 所能发挥的战力 以目前来看 也不足以杀死 更强的幻天咒神 背景 太重要了 可惜 上星虚不是太阳 暗星 没有轩辕龙宗 和剑神灵世 李天命只能组建自己的势力 靠自己打出一片天 除非 那和灵儿关联的永生将是能帮我 就能掀一步 斩杀不少顶级幻天咒神了 李天命道 好家伙 你真是人才 拿大老婆的势力养小老婆 服 营火贵了 你看灵儿会不会掀一步 把你的罪恶根源给斩了吧 鸡鸡鄙比试道 李天命一正 汉言道 草率了 当我没说过这句话 微声漠然可不知道 他进行了这么多的心灵沟通 他幽声说道 这两个二阶咒神的秩序 已经没了 让你成就三眼生静 已经很不错了 李天命点头道 他本以为微声漠然这事 在催他呢 没想到他柔声轻笑 姐姐们说 让你别着急 细水方能长流 姐姐们真是善解人意 李天命心怀宽慰 李天命是一群人的支柱 到头来 他的成长速度 其实也取决于李天命的成长速度 沉下心来 琢磨一下这股炎黄遗迹 才是关键 如果真的能找到 流落到祖界的炎黄神族 那就好了 现在还没法确定 这消息到底是谣言还是真的 接下来几天 继续修行 李天命和那几对幻天神族 半个月来 一直井水不犯河水 毕竟对方每一位 眼里都只有自己的伴侣 他们甚至不和其他幻天神族的异性说话 本以为能相安无事 直到抵达目的地 没想到还是出事了 这一日 微声漠然吸光了幻天秩序 闲来无事 站在李天命附近 那最先进来的幻天神族男子 目之默默 忽然看到了他 他微微惊愕了一下 问 你半个月内连破两重 他记得一开始 微声漠然好像是一眼生静 微声漠然不想惹事 便点了点头说 是的 那目之默默这才对他好奇了一些 他上下打量微声漠然 咒眉问 你也算幻天神族 你是死了夫君吗 不对 夫君若死 你不可能再突破 所以 你是姐妹 姐妹 是幻天神族的特殊情况 很少见 算是吧 微声漠然可不敢告诉他 自己有49个姐妹 别人二合一 可以柔和一体 他50个柔和一体 目之默默闻言 忍不住又多看了微声漠然一眼 这墨绿色长发的窈窕女子 身上有着一种特殊的气质 李天命感觉不到 可对于其他幻天神族来说 不看不知道 一看就会被深深吸引 短时间有些失神 微声漠然能感觉到他眼神的变热 但他没什么反应 在任何场景 男人多看几眼漂亮的女子 都很正常 总不能因为这个去杀人 但就在这时 一声力呼忽然响起 如同平地惊雷 震动着寂静的风神号 目之默默 那目之默默听到这声音 他如遭雷击 默然回头 只见自己的伴侣目之悠悠 正以绝望的目光看着他 双眼泪如雨下 胶躯颤动 悲愤欲绝道 你 竟与其他女子 这般深情交谈 微声漠然郑重 深情 交谈 这哪个哪啊 他记得下心虚的风轻幽梦 玩得可嗨了 偏偏他眼前这两人 还真在那个背叛的气氛之中 扑通 目之默默满脸懊悔 跪在了目之悠悠的眼前 悲痛道 悠悠 我错了 我错得离谱 是我玷污了我们的感情 我有罪 念在我是出饭的情况下 请饶恕我 饶恕你 你刚才用什么眼神看他 目之悠悠后退三步 挨声哭道 我不是故意的 他有问题 他故意引诱我 陷害我 目之默默道 微声漠然看到这里 头都大了 他有点不确定 这两人是来真的吗 不是故意找茬 记得幻天神雀那边 也没这么夸张吧 结果 他肩膀上的银沉来了一句 真的 也就是说 在大眼四九星这种地方 这种情况更普遍 为什么 微声漠然呆呆问 幻天 神族 感情 越好 战力 越高 天赋 上限 越高 心灵 相通 这爱真厚重 第三千九百章 天九的传说 T卡 C灵微声漠然一点都不羡慕 这明显是一种枷锁 所有人都在套在这个恩爱的牢笼里内卷 恨不得一个比一个纯血 这是谁搞出来的设定 细思极恐 因为幻天神族 是天九分化出来的 搞不好这种枷锁 确实能保证他们血脉精纯 方便未来融为一体 他还在发愣 结果那目之悠悠 还真是跟有大病似的 看向微声漠然 力声对那目之默默道 给你实习时间 马上将它撕成碎片 否则我与你一起死 微声漠然 他委屈死了 这话听起来 好像他真干了啥似的 悠悠 我会向你证明 我对你的爱 呼 目之默默猛然起身 回头再看微声漠然 眼里只有滔天杀念 哼 他竟真的卷动幻神的力量 形成一座苍白的石碑 朝着微声漠然震杀而来 以他的实力 杀一个三眼生静 就是一瞬之间的事 谁敢动我的妹子 就在这时 微声漠然声后 猛然传来一声爆喝 刹那之间 十把巨剑 从微声漠然四周标射而出 这十方纪元神剑 携带着浓重的白色雾气 内核才是十方纪元力量 哼 虽然只是瞬间爆发 可那十方纪元神剑 还是崩灭了对方的幻神石碑 轰轰轰 木之默默紧急使用更多的石碑抵挡 然而 他能挡住李天命的石神 却挡不住石神上的白灵灵魂诛杀能力 剑和石碑对撞 一道道白色剑钢 猛然扎入木之默默的脑袋上 他的头部顿时崩裂开来 灵魂灵体爆出 啊 木之默默惨叫一声 差点被一箭灭杀 他血泪狂飙 连爬带滚 缩回到了自己女人身边 你自己有女人还偷看我的 口口声声说我爱你 结果最不守难得的就是你 道貌黯然的伪君子 我为你媳妇替你感到羞耻 李天命从微生默染身后走了出来 终于让他逮住了机会 狠狠喷了这难得标杆一顿 什么事 星海神剑的吵闹动静 一下子把对方所有幻天神族都引来了 加上木之悠悠和木之默默 一共五队 全部站在了一起 眼神极度冰冷 什么情况 秦峰脸面抽筋 连忙跑到李天命眼前 近乎低声哀求道 求你了 别和他们冲突 会招惹大麻烦的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顶住 反正我顶不住 一边去 李天命一拨手 把他推到了旁边 这时 对方其他幻天神族 也向木之悠悠了解了一下情况 诸位 真不是我的错 那件血女子身上有魅惑之术 不信你们也看 木之默默哭道 不不 其他四位难得标杆 连忙扭过头 虽然不可能看 但他们的决定 却出奇的一致 东黎师兄 东黎师姐 他们分工明显 男性幻天神族 看向那东黎师兄 女性则看向另一位 这两位是他们的领头 一个名为东黎武 另一个则叫东黎武 念起来 写起来不同 秦峰也介绍过了 他们就是圣主的子女 在这封神号内 他们有着超然的地位 不只是因为他们的身份 更是因为他们境界非常高 乃是半步咒神 半步咒神 是一个七星葬仙一步 蜕变为咒神的境界 已经拥有一部分中子威力 只是秩序还没提上去 战力也比普通眼镜心神强大很多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境界 他们这个战力 对没有众生念力的力量来说 基本算是不可能战胜的 这也是这封神号内最危险的两个人 这时 他们抬起头 男的看向李天命 女的看向微生漠然 还是这么分工明确 然后 他们一口同声 宣布了李天命 和微生漠然的死刑 杀了 没任何其他废话 他们之前不杀 只是懒得打苍蝇 但当苍蝇影影响到了自己 那就必须要除掉 别啊 师兄师姐们 秦峰快哭了 他倒是不关心李天命死 他是怕自己死 滚 东里武一脚 把他踢飞了出去 说是师兄弟 其实就是圣主招来当跑腿的 本质上不是一路人 幻天 就是幻天 天神族 大眼四九星的主人 踢飞擒风后 那东里武眼见目之默默受伤 就知道李天命有本事 于是他冷漠道 这个 我来 他话音刚落 微生漠然伸手一挥 两个咒神本源 砸在了众人眼前 他对李天命咬唇道 我受够了 可以吗 可 李天命点头微笑 这事连他都无语 何况微生漠然 随便对话几句都要死要活的 非得把人逼死 这幻天神族脑子但凡正常点 并轻一点都不会惹怒他 只能说 天九的枷锁 有些太恐怖了 把子孙后代都给整成某种特殊类型精神病了 这种人 疯起来 也确实疯 当他们看到微生漠然砸下这两个大球时 一个个如同遭受五雷轰顶 咒神本源 我们幻天神族的 十个人刚刚惊呼出声 那天地大道奇幻神 就轰杀了过去 T Kepa N 半步咒神 这个境界 哪怕超越了眼镜 但是在真正的咒神力量面前 半吊子而已 轰轰轰 短短时期时间 连续阵杀 不杀则已 一杀 必须干净 一个个痴情人 在这幻神阵杀下崩灭 天 天九的传说 碰 最后 那东里五 终于敢睁眼看一眼微生漠然 然后 死在极致的震撼之中 动手的时候 微生默然守运咒神本源 如同亘古之中走出的矿石怪物 作为相同血脉的幻天神族 他们本能之中 产生了对先祖最真实的恐惧 这种恐惧 如同宿命一样 没法逃脱 一旦产生 就是极度的梦魇 就算死命魂都在嚎叫 如此 死得最惨 完了 看着这一幕 秦峰跪下哭嚎 我师尊知道他们在我风神号上 他还能追踪风神号的位置 肯定很快就会杀过来了 李天命扇了一把掌他的脑袋 怒道 那你还不赶紧飙车